男人刚刚穿越就被魔教抓住 本以为狗命不合 却不想意外当了奴隶负责看守剑主 但凡丢掉一柄断剑就要踢头来剑 可是男人不仅不逃跑 反而每日勤劳擦拭每一柄断剑 只因他穿越时觉醒了满极物性 每擦拭一柄断剑就能领悟剑中绝血 擦拭一天剑便能领悟九阴真经 擦拭无名剑便能领悟万剑归宗 擦拭轩缘剑更是能直接肉身成圣 他摸剑百年方才下山 谁知直到此时他才发现 原来满极物性不仅对剑有用 对人祸兽也一样有用 于是他左手触摸不灭神皇领悟涅槃神通 右手触摸魔教妖女领悟吞天魔宫 本以为就此天下无敌逍遥自在 直到有一天他触摸了天道 然后挂了 东玉 剑魔宗 外门广场上聚集着乌鸦鸦一片人 大部分人脸上都是惊恐之色 这里是哪里 为什么我被抓到这了 竟然敢抓我 你们知道我爹是谁吗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呢 场面嘈杂错乱 嚷什么的都有 就在这时 一声冷哼响起 都给我闭嘴 同时一股令人战利的威压掩盖全场 这让所有人都差点喘不过气来 声音落下后 一个穿着蓝袍的中年人走到了高台上 俯瞰着楼一般的众人 他的目光很是犀利 没有一个人敢与之对视 这里是剑魔宗 如果你们还想活命 就老实点 他再次开口了 但这话一出 下方广场 竟万个普通人都猛了 剑魔宗 就是那个无恶不作的魔教 完了 完了 我还这么年轻 就要死了吗 他们该不会是 想用我们修炼写法吧 妈的 我运气也太差了 跑 赶紧跑 对 我一定要离开这里 有些人绝望地瘫坐在地 也有些人撒腿就朝外跑去 而那高台上的中年人 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他紧紧抬起了左手 轻轻一挥 数十道剑气迸发而出 扑扑扑 那些向外逃跑的人 一个个被剑气准确击中 连惨叫都没有喊出 就倒在地上 弃绝当场 死 其余人见到这一幕 场面直接就寂静了下来 甚至连呼吸都不敢大口呼气 我说了 想活命 就老实点 现在看来 你们乖巧多了 嘿嘿 中年人冷笑道 没有人敢回复他 我知道你们每一个人都很疑惑 为什么会被抓到这里 但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是你们的一场机缘 接下来 所有人不要反抗 我会对你们进行资质测试 无论资质好坏 我见魔宗都会好好带你们的 说完这话 这中年人左手又是一挥 静万道白光从他手上洒出 然后冲进了人群中 这让人群再次骚乱起来 他们还以为这人是杀性大起 要大开杀戒呢 但那些白光并没有伤害他们 只是贴在了每个人的身上 这白光是 是一枚枚玉符 玉符贴到人身上后 就开始变换颜色 有些人身上的玉符 变成了浅红色 有些人是深红色 还有的是浅黄色 或者棕黄色等等 这是什么情况 境外人脸上 都是惊慌害怕和疑惑 见魔宗三个字 带给他们的恐惧 太强烈了 但在这些人里 却有一个人 眼神不同常人 那是一个相貌清秀 皮肤白皙的青年人 他看着贴在身上的玉符 和高台上的 那个中年人 眼神里光芒不断闪烁 目光灼灼 这就是修仙吗 他叫灵霄 就在一个月前 他穿越到了这个世界 跟现在流行的 穿越文不一样的是 他不是转身 也不是穿越到别人身上 而是本体被一道金光吞噬后 就身穿到了这个世界 他没有觉醒那些 乱七八糟的牛逼系统 只是多了一项天赋 满极悟性 为此 在这一个月里 他到处寻找修炼门派 想赶紧加入进去 感受下自己金手指的强大作用 可一没背景 二没长时 在碰壁数次 差点还被人贩子骗走后 灵霄决定静下心 一步步来 这个世界可不是什么和平年代 而是一言不合 就能杀人越祸 拳头大就是道理 强者为尊的世界 可令灵霄没有想到的是 他刚准备稳扎稳打 来一波凡人修仙励志钻石 他就莫名晕倒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 他就和身边近万人 一起出现在了剑魔宗里 剑魔宗这名字 一看就不是正派 还有刚才中年人 毫不犹豫的杀人之举 这都让灵霄明白了 这里是一个是非之地 但不管怎么说 他总算是进入了修炼门牌 这会不会是一场机缘呢 哈哈 这批人里 居然有两个六品资质的 可以可以 中年人大笑起来 接着 他向两个身上冒绿光的人 扔出了两枚令牌 从今天开始 你们两个 就是我剑魔宗正式外门弟子了 那两个人接住令牌 一脸受宠落惊 然后就大喜不已 谢 谢谢大人赏识 谢谢大人 中年人摆摆手 说道 叫我陈长老便是 两人再次公身道谢 不用死 还可以成为剑魔宗的正式外门弟子 这简直比天上吊钱还幸运 其他人看到这一幕 震惊的同时 也极其羡慕 剑魔宗虽然是一个魔教 但能成为其弟子 定是福渊身后 起码比普通人身份强太多太多了 陈长老又看向其他人 继续说道 身上冒黄光之人初恋 近千人怀着忐忑的心情走了出来 你们资质还行 可去其他主峰做杂役弟子 你等愿意 陈长老问道 愿 愿意 所有人立刻回答道 虽然是问话 可他们都是听出了那陈长老言语中威胁之意 你不愿意 那就要死了 前车之剑 还躺在地上呢 在主峰当杂役弟子 这活也可以了 陈长老点了下头 对他们扔出了铜牌子 身上冒红光之人初恋 他继续喊道 这次从人群里走出了近四千人 你们资质寻常一般 可在外门做杂役弟子 你等愿意 他问道 我等 愿意 这四千人赶紧齐声喊道 陈长老对他们扔出了一堆铁牌子 到这里 广场上还有近五千人 他们身上贴着的玉符 没有变成其他任何颜色 依旧是白色灵霄 就是其中之一 他此刻脸色有些难看 身上这玉符 应该就是测试资质用的 不同颜色代表着不同资质 那没有变色 岂不是代表没有修炼资质 靠 不会吧 自己可是满级悟性的人 重点是 没有资质 对于门派来说 就是废人 寻常门派肯定是不要这样的人 直接赶走 但见魔宗这样的魔教 他们会放人吗 林霄想到这 心中就是一个灯 要不要跟着陈长老 坦白自己悟性的事 那样起码不会死 可真坦白了 等待自己的会是什么后果 他也不敢想 在林霄两难时 陈长老看向剩下的人 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剩下的人 跟我走一趟 第二章 这功法难吗 也太简单了吧 半赏后 剩下那五千人 跟着陈长老 来到了建魔宗后山的一处隐蔽之地 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 中途有几人想悄悄溜走 也瞬间就被陈长老发现 并当场斩杀 好了 我们到地方了 陈长老说道 到地方了 众人满头雾水 这里分明什么都没有啊 难 难不成 这陈长老想杀人灭尽 想到这 所有人脸色都恐慌起来 还好 陈长老并没有看他们 而是伸手 对着虚空之处 打出了一个法诀 接着 一道透明屏障 就出现在众人面前 耿老 这一批人 我给您送来了 陈长老带着恭敬之意说道 我知晓了 一个苍老的声音传出 然后两枚金银剔透的石头 从里面被抛出 飞向陈长老 谢曾老 那没什么事 我就不打扰了 陈长老欣喜地 接过石头说道 嗯 那苍老的声音应道 陈长老下一刻身形一动 就消失在了当场 只留下猛逼的五千人 没等他们发出疑惑 所有人都感到一股距离袭来 接着 他们就被那股力量 拖进了屏障之内 场景一变 这里昏暗无边 满是阴森 周围是一座座简易箭种 每座箭种之上 都插着一柄长箭 呼呼 阴风四起 明明初入秋天 这里却无处不散发着 肃杀凛然之感 只是深呼吸了一口气 便感觉胸腹之中 充满了穿刺气息 疼痛难忍 这里是哪里 为什么到处都是剑木呢 啊 疼 好疼 这里肯定有毒气 剑魔宗是想置我们于死地 不甘心啊 我还不想死 在他们慌乱之际 一个苍老的声音 在五千人耳边响了起来 声音很轻 却让每一个人 都听得极为清晰 这里是剑魔宗的 焚天剑种 接下来 我会传 你们一篇氧气诀 只有成功运转 三周天的人 才能成为守木人 接着 这苍老声音 就将氧气诀念了出来 在场的这些人 仿佛抓住了生的希望 都强忍剧痛 聆听起这氧气诀 灵霄也是一样 他原本以为 自己这次是凶多吉少 没想到 还另藏玄机 守木人 这是什么身份呢 听着就不咋地呀 不过好死不如赖活着 而且 现在他终于 接触到了这个世界的功法了 灵霄忍着胸腹中的强烈刺痛 盘腿坐下 宁心静听 那令普通人 隐晦难懂的氧气诀 听在他耳中 犹如仙音 渐渐的 灵霄入神了 原本在体内乱窜的灵气 开始按照一个固定的路线 运转起来 一周天 两周天 三周天 今天 能将氧气诀 运转三周天的人 可去南边的剑阁内 领取守木人身份 苍老的声音说完这些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老者并不知道 在他离开后的一炷香时间 五千人中的一名青年 就睁开了眼睛 双目之中 透出淡淡金光 身体体表之处 也有一丝淡淡的暗金色光韵 只是这些光芒极暗 根本没有人能察觉到 嗯 体内这些是灵气 这就是氧气诀嘛 感觉好简单啊 灵霄忍中惊讶到 他现在感觉非常舒服 浑身都充满了力量 他刺痛男人的感觉 也全部消失了 每呼吸一口 体内的氧气 绝就会自动运转起来 当然 自动运转的速度很慢 如果他主动控制 那速度就有了一个 飞速的提升 就刚刚一炷香的时间 他已经运转了十个周天 以法觉运转灵气 气象和经脉都稳固 这算是踏入炼气 进入门了吗 灵霄不太确定 想着那苍老声音说 运转了三周天 就可以去领取守木人身份 自己十周天 算是超额完成了 灵霄想到这 站起了身 打算领取了身份再说 但这时 他发现了一件 令他毛骨悚然的事情 原本剩下的五千个人 此时竟然有一大半人 已经倒在血泊中 生息全无 随便一数 绝对是过了大半 这 是怎么回事 灵霄目入金色 他刚才沉心修炼氧气诀 根本没察觉到 外面有什么动静 啊 忽然 几声惨叫从身旁传来 灵霄赶紧转头看去 只见一道道灵力的灵气 从那些人体内刺穿而出 身上被捅出了一个个大洞 鲜血直冒 没几夕 这几人就弃绝身亡了 卧槽 灵霄愣住了 这哪里是灵气 这简直比剑气还剑 看其他人都没有站起来 灵霄也不想这么快 就去剑阁领身份 枪打出头鸟的道理 他还是懂得 在没有绝对的实力和底牌之前 表现的太突出 可不是什么好事 更何况 这里是剑魔宗 虽然才进来两个多小时 但灵霄已经感受到了 什么叫残忍 什么叫残酷 他重新做了回去 闭上眼开始继续修炼氧气诀 每运行一周天 体内的灵气就会凝食一分 当灵霄又运行了十周天后 他的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感觉 体内灵气运转的路线 令他不太舒服 就好像在绕路一般 还有口诀中 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改一下试试 这边也改下 就这样 灵霄凭着感觉 完善起自己的专属氧气诀 一时间 他吸收灵气的速度 开始翻倍递增 隐约间 一个灵气气旋在他周围 缓缓转动了起来 而灵霄身旁那些 努力修炼氧气诀的人 猛然间发现 原本暴躁的灵气 更加躁动起来 啊 惨叫声 一下子连绵不绝 倒下去的人 数也数不过来 剩余两千人 一千五 一千 六百 三百 当人数降到一百五十 才停了下来 灵霄重新张开了眼 那幸存的一百多人 急忙站起了身 每人都面露恐惧 心中有一种 他们刚刚并不是不想动 而是动不了 仿佛有一股犀利 让他们无法动弹 还好 他们终于挺了过去 并且成功运转了 氧气诀三周天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五千个人 居然只剩了我们一百多人了 早听说剑魔宗残忍无比 没想到我 还是低估了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怎么办 我们别无选择 只能听那个人的话 前往南边的剑阁 领取守墓人的身份 众人商议了下 也发觉没有其他办法 他们倒是想逃离这里 可根本找不到回去的路 没办法下 众人一起前往远处的剑阁 当他们走到剑阁前时 已经有人在等待他们了 那是一个瘦瘦高高的中年人 在看到来了一百多人时 中年人满眼诧异之色 他疑惑开口问道 你们这批进来了几万人呢 第三章 摸剑就能获得奖励 进来了几万人 这算是什么问题呢 回禀大人 我们进来了五千人 一个胖子挤出笑脸赶忙说道 什么 五千人还能剩下这么多人 你确定吗 瘦瘦中年人凝视着对方问道 这胖子被看得满头大汗 但还是肯定地点了下头 说道 大人 真的是五千人 瘦瘦中年人没有说话了 他上前一步按了下这胖子的手臂 然后又随意挑了几个人 分别按了下 奇怪了 这次怎么会合格这么多人呢 他自言自语道 众人听得一阵心惊 这意思 是闲人死得太少了 而站在人群中间的灵霄 眉头微微挑了下 试出反常必有妖 该不会是自己的原因造成的吧 灵霄在修炼改版氧气绝时 好像的确对周围产生了一些影响 还好 这瘦瘦中年人并没有对所有人一一进行查探 只是抽查了几个人后 就将守墓人的身份令牌发了下来 并告诉了他们守墓人的工作 灵霄这才了解到 守墓人的工作很简单 就是照看打理这一座座剑种 擦拭长剑 清理杂草等等 此地算是剑魔宗的禁地 梵天剑种 他们所在的地方只是梵天剑种的外围 这些剑种的主人 都是剑魔宗历代死掉的弟子 而梵天剑种内部葬着什么人 这人并没有说 那不是他们能接触的了 当然 剑魔宗没有让他们打白宫 每个月都会有两块下品零食 和一次外出的机会 什么 外出时借机逃跑 那属于违反规则将会被剑魔宗追杀 没有人会拿命去开玩笑 另外 林霄还得到一个消息 在半年后将会有一次外门测试 魏主管 也就是那个瘦瘦中年人 对他们诡异笑道 如果你们能活到半年后的外门测试 那就有机会成为剑魔宗的正式外门弟子 这让众人激动不已 能当外门弟子 鬼才想到这里守墓呢 只有林霄隐隐察觉到一丝不对劲 为什么要说活到半年后呢 难道照看打理剑种 有什么危险系数不成 并且 他们的守墓人令牌 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记录照看打理次数 每打理完一座剑种 令牌上就会显示出一个数字 一个月内 记录次数必须达到十次才算合格 也就是平均三天一次 初听这规则的人都大喜过望 三天打理一座剑种 这工作不要太容易轻松啊 真有这么简单吗 这些疑惑仅仅在一个小时后 就得到了解答 所有人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人 兴高采烈地去打理一座剑种 可当那人摸到剑种上的长剑时 瞬间就暴体而亡 整个人化成了灰烬 所有人大惊失色 惊恐不已 哦 忘记提醒你们了 每一座剑种之上都蕴含不少剑气 尤其是擦拭长剑时 一定要运转氧气绝 小心一点 否则 嘿嘿嘿 魏主管说完这句话后 就没再管他们 转身离开 这下 众人才明白 为什么他们会被迫修炼氧气绝 原来就是为了这一出 在众人沉默了半晌后 终于有个胆子大的人站了出来 他全力运转起氧气绝 然后快速打理起一座 看着小巧的剑种 所有人目光都盯着他 但只是坚持了十席左右 他就连忙退了出来 然后 整个人都瘫软在地 脸上尽是后怕之色 因为他体内酝氧的一缕灵力 已经被剑气榨干 再不退出来 可能就要跟之前那人一样 暴体而亡了 当他将这事情讲出来后 其他人也都是满脸恶人 不敢再试 这说明 必须要赶紧修炼 让体内灵力越来越多 才能够打理那些剑种 所有人弄懂了这个道理后 就开始原地坐下 抓紧修炼起来 除了一人 灵霄见这些人都闭眼开始修炼 他则朝远处走去 当离开了众人的视野范围后 灵霄随意选了一座剑种 如果是看灵力强弱 那他应该没有问题 深吸了一口气后 灵霄运转氧气绝 踏前一步 进入了这座剑种的范围内 刚走进去 一缕剑气就钻入了他体内 冰冰凉凉 还带着一分削染 但当灵力将其包裹后 这感觉就消失了 灵霄没有犹豫 直接就握住了剑种上的长剑 他能察觉到 打理剑种最困难的一步 就是在擦拭长剑的环节 这其中一定有问题 果然 当灵霄握住剑柄的一刹那 一股猛烈的剑气 就顺着他的手臂 窜入了他体内 哄 瞬间 灵霄双目中光运转动 一幕幕画面出现在他脑海中 这是一个名叫陈凡的命苦少年 童年父母双亡 他也流落街头 然后在即将饿死之际 陈凡被剑魔宗的一位管室 挖掘到了宗内 从此走上了修行之路 苦练一套落叶剑法 几十载经历了无数次磨练 度过了不少生死 最终还是被所谓正派之人斩杀 陈凡的一生 走马观花斑 在灵霄脑海中闪过 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 则是陈凡擅长的那套落叶剑法 一柄长剑在陈凡手中仿若秋风 每一剑挥出 都带着一抹落寞之意 不知不觉中 灵霄竟然也手持长剑舞动了起来 他施展出的这套剑法 赫然就是脑海中 陈凡施展的那套落叶剑法 脑海中的画面消失 灵霄回过神来 他看着手中的长剑 满脸惊异 这 这就是满极物性的作用吗 这套人皆上品的落叶剑法 就这样被他掌握了 还有脑海中的那些画面 是怎么回事 这也太神奇了 而且灵霄感觉到 自己体内除了那股 刚刚修炼出的灵力外 还多了一缕不弱的剑气 这缕剑气不但没有恶意 反而隐隐透露出一抹清静之意 甚至手中的这柄长剑 对他也没有任何排斥感 剑名秋风是吗 灵霄淡淡说道 此 话音刚落 手中的秋风长剑微微一颤 似乎在回应他的话一样 剑有灵性 这是真的 灵霄似乎想到了什么 看向了腰间的守木人令牌 上面的数字依然是零 而当他将剑种打理完 长剑擦拭了一遍后 令牌上的数字才变成了一 灵霄心中只感叹 这令牌的防作臂机制 倒是弄得挺好 第四章 剑气这东西很稀罕吗 一连三天 跟着灵霄近来的一百多人 都沉浸在修炼当中 期间他们也尝试过打理剑种 但都无功而返 以他们目前的灵力水平 还是不行 而灵霄则是摸了二十几柄长剑 掌握了近十种不同的剑法 体内还多出了二十多道 强度不弱的剑气 其中收获最大的不是这些 而是剑法经验 和对这个世界的了解 这个玄幻世界的修炼境界 分为炼气境 聚灵境 伦海境和玄丹境 每个境界都有九重 像剑魔宗的话 修为最高的就是玄丹境强者了 灵霄现在也明白了 自己经过第一天的修炼后 修为境界就已经入品 达到了炼气静一重 一天入品 这种修炼速度 好像被归类为天才准确地说 灵霄只修炼了一个小时不到 那一小时入品属于什么呢 让灵霄纳闷的是 自己这资质明显不错 可为什么那天测试资质时 是废柴资质呢 难道就是因为自己是身体穿越的原因 知道自己是一天入品后 灵霄就没有继续修炼了 他担心自己修炼动静太大 速度太快 而引出大麻烦 做人还是低调一点好 这里是剑魔宗 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这一天 灵霄去网了剑阁 他询问了下 如何才能申请每月一次的外出机会 结果被告知 必须要完成当月的打理剑种任务 也就是打理完十座剑种 才能外出几天 每月的打理任务 对现在的灵霄来说 简直轻而易举 打理成功 他直接完成十座 会不会太显眼呢 算了算了 还是先吸取剑气 感悟人生好了 在之后的几天里 灵霄每天就是摸剑 感悟人生 练剑 感悟剑法 他体内蕴含的剑气也越来越多 对剑的感悟也越来越深 一直到拥有了百道剑气后 灵霄才发觉自己已经装不下了 或者说 在练气一重的修为下 他只能吸取百道剑气 再多一道都办不到了 看来 要抓紧时间提升修为才行呢 终于 在这天下午 那一百多号人里 有人修炼氧气绝入品了 并成功打扫完一座剑种 这让其他人又羡慕又嫉妒 寻常建魔宗弟子 入品大约要三天到五天 这人花了九天 资质可见一般 然而 还没等这些人羡慕够 第二天中午的时候 他们就听到了一个震惊的消息 在他们之中 一个叫灵霄的年轻人 居然在上午完成了这个月的打理剑种任务 卧槽 这灵霄是谁 怎么没听过这个人啊 就是那个独行侠 最不合群的那个人 他好像就叫灵霄 是他呀 他肯定比赵老大早入品了两天 所以才这么快完成了剑种任务 听说这人已经申请完外出机会 出去了 这灵霄该不会是想跑路吧 不可能 建魔宗强者如云 说不定你没跑出几步 就已经被斩杀当场了 在众人讨论的时候 灵霄已经穿着一身打砸弟子的灰袍服饰 离开了坟天剑种 他并没有乱逛 而是直接下山 前往了附近的妖兽森林外围 灵霄自然不是打算跑路 而是想要找个安静的地方 好好修炼一番 憋了这么多天 终于可以尽情修炼了 唉 谁叫他天赋姿势不一般呢 在进入外围半个小时 确认周围无人后 灵霄找了一个隐蔽的大树旁边 盘膝而坐 专属版氧气爵 全力运转了起来 一时间 周围灵力仿佛找到了宣泄口一样 都快速向他身上聚集而来 速度越来越快 闭着眼睛的灵霄 仿佛看到了那些 游离在周边的天地灵气 如同凡灿星点班熟也数不过来 灵霄下意识地拉着他们进入体内 渐渐地 一个比之前大了数倍的灵气气旋形成 并且还在不断向外扩张 仅半个小时后 灵霄身子微微一震 炼气进二重 一个小时后 炼气进三重 灵霄感觉体内灵力和剑气 不断流转扩大 对于悟性满脊的他来说 小境界之间的瓶颈根本不存在 一个个小境界之间的纽带 被灵霄不断突破着 身为修炼小白的他 还不知道 这样的灵气气旋 通常只会出现在两种情况上 一种是修炼者突破境界 灵气气旋会短暂出现 另一种是天才地宝出现 而他头顶的灵气气旋 久久未散 自身修为又低 没有产生任何威压 这情况和天才地宝出现时的气旋 极为相像 就在灵霄修炼了一个多时辰后 一条青色巨蟒妖兽 缓缓向灵霄靠近着 他看向灵霄的目光冰冷 贪婪又有些疑惑 怎么会是个人类呢 不是天才地宝吗 与此同时 灵霄似乎也感觉到了什么 他猛地睁开眼 转头看了过去 眼瞳就是一缩 青妖蟒 中阶妖兽 实力相当于炼气境之上的 聚灵境人类修饰 而且还是聚灵境中期水平 有剧毒 攻击力强悍 这种青妖蟒 就算面对几个同阶人类修饰 那都是压倒性胜利的 更别提炼气境修饰了 那在他面前 完全就是猎物 食物 青妖蟒吐露着黑色的蛇性 眼神紧紧盯着面前的人类 管他是人还是天才地宝 吃进肚子里就完事了 可令青妖蟒疑惑的是 面前这炼气境中期的人类 在看到他第一眼 的确是害怕 但第二眼就恢复了正常 并且还露出一副 跃跃欲试的样子 青妖蟒 这人吓傻了吗 不管了 开饭了 青妖蟒咆哮一声 张开大嘴 就冲向了灵霄 就在两者距离只有两米时 斩 灵霄冷哼一声 右手双指挥出 刷 一道细小三寸长的剑气 迸发而出 这剑气看上去 倒是极为袖真迷你 可青妖蟒见到这剑气的瞬间 眼中露出骇然 他的本能告诉他 这剑气 不可立敌 没有犹豫 他立刻掉转舌头 就想疯狂逃窜 可那道剑气太快了 他刚产生退役 剑气已经到了 碰 青妖蟒的身躯凝固住了 一条蟹线 从头延伸至尾 生机刹那间已经消散 哗啦一声 他的尸体崩散成两半 掉落在地上 威力还不错呀 灵霄露出笑容 自言自语道 他刚才只是从体内 随意掉取出了一道剑气 威力就如此惊人 原本体内有百道剑气 现在还剩余九十九道 不过 灵霄并没有觉得可惜什么的 剑种那边几乎无穷无尽的剑气 想要多少有多少区区 用了一道剑气算什么 就算百道剑气都用了 回去补几下就回来了 灵霄将青妖蟒的尸体 简单处理好后 就重新坐下 继续开始了修炼 第五章 吸取最后 第一千道剑气 经过了大半天的全力修炼 灵霄已经将修为 提升到了炼气境七重 正是迈入了炼气境后期 他也感觉到 在迈入炼气境七重后 修炼速度就慢了不少 毕竟只是改良后的氧气诀 功法基础摆在这里 等什么时候 找本高阶的修炼功法 试试看就知道了 如果灵霄这想法被别人听到 那肯定要被破口大骂的 一天时间 就从炼气境一重 修炼到了炼气境七重 这简直骇人听闻 这都还不满足 这要是放在一般人身上 没有一两年的功夫都办不到 灵霄扭了扭脖子 咔嚓咔嚓 发出一阵声响 他只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 碰 他朝着身旁的大树 击出一拳 那五人核爆粗的大树 剧烈晃动了下 落叶散下无数 一个拳洞出现在那里 这一拳 起码有两千斤力道 灵霄欣喜不已 这要是放地球 他已然是一个小超人了 当放在这玄幻世界 拥有两千斤力量的人 也只是蝼蚁罢了 灵霄摇摇头 没有多想 黄昏将至 夜幕也快了 他可不想在妖兽森林里过夜 将身边几具妖兽尸体处理完 值钱的部分都待在身上后 他就准备回去了 在这大半天里 除了开始的青妖蚢外 后续又吸引来了几头实力不低的妖兽 但毫无例外的 他们都被灵霄甩出的一道道剑气解决了 干净利落 轻松无比 回到宗门 灵霄就将身上的那些妖兽直前部位 卖了二十多块下品零食 这相当于守牧人一年的收入了 剑魔宗是有藏宫阁的 而且里面拥有无数功法典籍 但进入藏宫阁的门槛 最低也要是正式外门弟子 他们守牧人的地位 就跟杂役弟子没两样 根本没资格进去 只能等半年后的外门测试了 到时候 他拿得好成绩 争取进入梵天剑种内的剑阁做事 那种身份 就等同于外门弟子了 收好零食 灵霄就返回了梵天剑种 在走到禁地屏障外后 他身上的守牧人令牌 微微一闪 灵霄没有阻碍的 就穿行了回来 哎 那个独行侠回来了 能不回来吗 不回来就是死 也不知道 他出去干什么了 真羡慕啊 他都完成了打理剑种任务 我却连一座剑种都无法打扫完 靠 我也是 连一座剑种都坚持不了 那些一起进来守牧人 看着回来的灵霄 小声议论起来 但灵霄根本不理他们 他现在要做的事情 还多着呢 出去一趟 消耗了近二十道剑气 这肯定要补回来的 重点是 在炼气境一重时 他能容纳百道剑气 那现在 他的修为提升到了炼气境七重 不知道能容纳多少道剑气 说干就干 灵霄避开了这些人 开始游走在梵天剑种外围 一座座剑种大小不一 强弱不同 至少数万座以上 根本就不用担心 剑气的消耗和吸收 而且灵霄发现了 就算是自己吸取过剑气的长剑 过一段时间 长剑内也会慢慢蕴含出下一道剑气 可以说真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轰轰轰 随着灵霄摸向一柄柄剑种上的长剑 一段段剑种主人的记忆 冲击在他脑海中 记忆的完整度 是根据剑种主人死后时间有关系的 死了很久的 那灵霄只能看到灵芯一些碎片记忆 根本不知道在讲什么 死了没多少年头的 倒还能明白在讲什么故事 领悟人接极品剑法 悬火剑法 领悟地接下品剑法 五行剑诀 领悟地接下品剑法 幻影剑法 领悟人接上品剑法 行空剑术 一边领悟各种等级的剑法 一边吸取这些常剑内的剑气 二十几天下来 灵霄倒是吸收了九百多道剑气 领悟了四十多种不同等级的剑法 其中品级最高的 是一门叫天明剑法的地接中品剑法 这些天 他在夜深人静时 就悄悄默默运转氧气 绝修炼 终于是在这两天 将修为提升到了炼气静九重 而其他一起来的守木人 实力最高的才炼气静两重 大部分人都是炼气静入门 连炼气静一重都没有达到 这一天 灵霄再次避开了其他人 随即挑选了一座剑种 摸了上去 触长剑 观记忆 误剑法 取剑气 灵霄额头冒出点点汗珠 他感觉距离极限已经很近了 十几个呼吸后 第998道剑气收入成功 那就继续趁热打铁 灵霄直接摸向了距离最近的另一座剑种 哄 剑气入体 体内的所有剑气都微微颤动了起来 灵霄全力控制着 经历二十几个呼吸后 满头大汗的灵霄终于解决了这道剑气 第999道剑气吸取完成 差一道 冥冥之中有个感觉告诉他 还差一道 这 灵霄皱着眉头 没有第一时间去尝试最后一道剑气 他已经感觉自己真的装不下了 就连这第999道剑气 他也是极其勉强才容进体内的 再来一道 万一他整个人爆炸了怎么办 可不惜说最后一道 他又有些不甘心 沉思了半赏后 灵霄终于决定放手一搏 富贵险中求 高风险就有高收益 这话放在哪里都是适用的 凭着直觉 灵霄随机再选了一座剑种 触长剑 完成 观记忆 完成 物剑法 完成 取剑气 当灵霄将第一千道剑气引入体内时 瞬间 轰轰 上千道剑气开始奇颤 所有剑气集聚在一起 并以一种极快的速度旋转 叠合 融化 砰砰改良版氧气诀 也在这一刻高速运转起来 一股极其精纯的力量自上而下 在他的奇经八脉内不停流转 不断地冲破他的堵塞窍 灵霄面露痛苦之色 却强忍着不出一点声音 接着他身体猛然一阵 他感觉自己的丹田仿佛化成了一片天地 周围无数天地灵气纷纷涌入而来 不仅灵霄体内场面震撼 他身旁的场景更是惊人 以灵霄为中心 方圆树里内的所有剑种 开始微微颤抖 尤其是剑种上的长剑都发出一阵鸣叫 一个肉眼可见的气旋 在灵霄头顶百米处旋转 风从云地搅动着 整个夜幕天空都泛起了层层激荡和涟漪 第六章 剑一城 小家伙 天赋无需掩藏 因为这是在梵天剑种境地内 所以此番天地异象 剑魔宗的其他地方是没有察觉到的 怎么回事 我周围剑种上的长剑都在颤动 我这边也是 究竟发生了什么 咱们要不要跑啊 跑 往哪里跑 这里可是梵天剑种 万一撞到些什么 直接就一命呜呼了 新来的那些守墓人 哪里见过这样的景象 他们一个个都被吓得呆在原地不敢动弹 而不远处剑阁中 却是窜出了一道身影 正飞速朝异象之地冲去 正是剑阁管事之一 魏主管 他眼中同样露出惊骇之色 因为距离异象之地有一定距离 所以他也不确定那里发生了什么 但能引起数千剑种颤动 定然不是什么小事 难不成是梵天剑种内 诞生了什么机缘之物 想到这 他心情更是激动 这要是被他第一个发现 就算机缘不属于自己 也是功劳一件啊 魏主管身行更快一分 可当他来到那异象之地时 眉头就深深皱了起来 没了 什么都没有 异象消失了 地上也没有任何东西 难不成是机缘被别人取走了 等等 不对 魏主管走到了一座剑种附近 仔细感知了起来 这是一缕残留的剑意痕迹 嘶 竟然有人在这里凝练出了剑意 魏主管师生说道 要知道剑意可是那些 玄丹镜大佬们的标志性象征 就算天赋极佳之人 也要修炼到伦海境中后期 才可能领悟剑意 他虽然已经是剧灵境圆满 可别说领悟剑意了 这辈子能不能突破到伦海境 都是两说呢 魏哥 这里发生什么了 是诞生机缘了吗 另一道身影也赶到了现场 赶紧问道 不是机缘 而是一位前辈 再次凝练剑意了 魏主管认真说道 凝练了剑意 咦 还真是的 后来之人仔细感受了下 满脸惊讶道 也不知道是哪位前辈顿悟了 不说了 我在这里感悟一下 这屡残留的剑意 对修炼可是有大好处的魏主管 说完就原地坐下 闭眼修炼起来 对对对 趁着残留剑意还未散去 修炼要紧 另一名管事也赶紧坐下修炼了起来 在两人之后 也有几人赶了过来 当他们发现这里的残余剑意后 也都猜测到了什么 一时间 这里倒是成了他们的修炼之地 另一边 灵霄在梵天剑种内快速奔跑着 绕了一个大圈子后 他才开始返回了自己的住处 一直到现在 他都不敢相信 自己居然凝练出了剑意 没错 当剧起千道剑气后 那些剑气 竟然自行融合成了一道真正的剑意 而且因为这气机影响 他甚至顺势突破了炼气镜 修为正式达到了聚灵镜一重 可谓双喜灵门 感受着丹田内 那道灵力至极 却又亲切无比的剑意 灵霄狂喜不已 底牌 他总算是有了一张属于自己的底牌了 之前吸取来的剑气虽然威力不小 但总归是别人的东西 为他所用而已 而现在这道剑意 才是真正属于他的 再说了 宁练出了这道剑意 也不影响他继续吸取剑气 就是不知道 这剑意威力如何呢 等下次申请外出机会时 可以找地方试试 灵霄又在附近逛了一圈后 才准备回去睡觉休息 现在体内除了充盈的灵力 和那道剑意外 空空如也 等明天开始 就又可以进行新一轮的吸取剑意了 灵霄回到了自己的豪华单间住处 说是豪华单间 其实就是一个十平米左右的毛坯房 毕竟只是一个守木人而已 给个单间就已经很不错了 然而 当灵霄进屋的一刹那 他的毛孔瞬间就竖了起来 一股强烈的危机感袭来 人 有个人居然就站在他房间里 不是妹子 而是一个穿着白袍的灰发老人 灵霄的第一反应就是夺门逃 直觉告诉他 自己绝对不是面前老人的对手 可还没等他有所行动 全身就好像压了一座大山般 令他喘不过气来 不用跑 我没饿意 一个苍老的声音从老人口中传出 灵霄听到这声音 眼睛直接瞪到最大 这老人他是第一次见 但这苍老的声音 他记忆太深刻了 这就是当初接他们进入梵天剑中 并且传授给他们 氧气觉的那个苍老声音 灵霄记得 那个陈长老称对方为耿老 这人是什么人 他为什么会在这里 他想做什么 灵霄心中疑惑万千 同时心中深深感到无力 在真正的强者面前 自己真的就跟蝼蚁一般 任人宰割 根本无法反抗 耿老随意向前迈了一步 人就出现在了灵霄身旁 接着 耿老的手放在了灵霄肩膀上 一股灵力探入其中 嗯 身体没有被剑气侵蚀的痕迹 而且 明明只有聚灵镜一重修为 居然真的宁愿出了一道剑意 虽然剑意有些瑕疵 可这天赋实在难短 耿老朽迈的脸上露出惊讶之色 他深深看了灵霄几眼后 收回了手 也可以动了 但见识过眼前老人的厉害 他哪里还敢逃跑 见过耿老 灵霄恭敬居了一公道 不说面前老人的实力高深莫测 就是对方传授了他氧气诀 令他正式入门 这一败也是必须的 这是一枚回元丹 你可以服用稳固境界 还有这两枚令牌 能让你去藏宫阁 选两门功法武器 耿老没有多解释 只是给了灵霄三样东西后 就朝门外走去 灵霄 他愣愣地看着手中的丹药和令牌 满头雾水 回元丹是聚灵镜修士 才使用的上家丹药 一枚就需要两百下品零食 而这去藏宫阁 挑选功法武器的令牌 更是只有外门弟子以上的身份 靠宗门积分点才能够兑换 灵霄有一说一 对于刚刚突破到聚灵镜的他来说 这两样东西 可谓雪中送炭 刚需之物 耿老 您这是灵霄转头 想问出心中的疑惑 可以转头 他就发现 明明前一秒还在身后的耿老 已经不见了身影 来剑阁找我一趟 还有 小家伙 在我剑魔宗 你有天赋尽可表现出来 无需掩藏 第七章 藏宫阁挑选功法 灵霄在房间里冷了几分钟 脑海里一直想着耿老说的话 看来是自己的天赋 或凝练出剑意这件事 引起了对方的兴趣 果然 天才都是受优待和特权的 这应该算是那位耿老 对自己的投资吧 身为现代人的灵霄 大概看明白了现状 他点了点头 没打算拒绝这份急需的投资 他对这耿老也产生了一些好感 其实在他吸取了上千道剑气 观看了上千份剑魔宗弟子记以后 他就对剑魔宗有了一种特殊的感觉 只不过 那是在潜移默化地影响他 剑魔宗是魔教没错 像这样 抓取上万个普通人回来的 除了魔教也没别人干得出来 但在这种弱肉强食 强者为尊的世界 想要成为强者 这或许都是必经之路 有些时候 正派之人的做法 可能会更加令人深恶痛绝 没什么犹豫 灵霄仰头就将那枚回原丹 吞进了腹中 刹那之间 回原丹化作一股精纯汹涌的力量 穿梭在了他的四肢八海 快速滋养着他的全身 灵霄直接坐下来运转功法 稳固起当前境界 只用了一夜时间 灵霄就将聚灵进一重 完全稳固好了 这等高效率 着实会令人羡慕 天色微微亮 灵霄已经出了门 其实他现在心里有一个疑惑 耿老昨晚在评价他时 说他的剑意有些瑕疵 这是什么意思呢 难道用千道剑气凝练成的剑意 就是瑕疵剑意吗 那何为瑕疵 何为完美 他观看了上千份记忆 可那些人都是剑魔宗的普通弟子 没有一人领悟到剑意程度 所以灵霄对剑意这东西 真的是两眼瞎 完全不了解 看来只能等外门测试之后 找耿老询问一下了 灵霄展开身形 快速奔跑起来 一吸数百米的速度 让他畅快不已 这还是没有修炼任何速度类功法 如果找本合适的速度类功法 那肯定能快几倍吧 避开人群 灵霄摸向了突破后的第一座剑种长剑 触长剑 观记忆 误剑法 取剑气 一套动作熟练无比 修为达到距离镜后 这套动作速度也快了不少 但下一刻 灵霄脸色就微微一变 他发现了不对劲 在这道剑气进入他体内后 竟然直接就被自己那剑意霸道的抽走吸收掉了 嗯 还能这样 这道剑意想干嘛呢 他好像对剑气十分渴望 灵霄疑惑间就摸向了下一座剑种 吸取剑气 没有意外的 这剑气再次被剑意吸收了 灵霄眼睛微微眯起 好像 似乎 这股剑意稍稍强了一点点 既然如此 那就让他吸 吸得够为止 灵霄倒是想看看 他能吃下多少道剑气 就这样 一连几天 灵霄都在剑种外围不断摸取剑气 十道 五十道 一百道 二百道 这股剑意 整整吸取了五百道剑气 才接近饱和 饱和原因 不是因为剑意本身吸取不动了 而是灵霄对剑法的感悟太少 这才让剑意无法继续提升 继续在这里吸收剑气 只能增加剑气的量 却无法提升剑意的质 毕竟周围剑种 都是剑魔宗寻常内外门弟子 感悟有限 真正的强者剑目 并不在梵天剑种外围 而他现在 也无法接近更内部的地方 看来 只能靠自己努力了 林霄想通这一点 就继续游走在剑种之间 打扫着一个个剑种 守木人令牌上的数字 开始不断增加 等打扫了十几座剑种后 这个月的守木任务也完成了 接下来 就是将体内剑气补充满 然后申请外出机会了 五天后 林霄体内补满了一股剑意 和九百道剑气 就装不下了 自身的那股剑意 占了将近一百道剑气的位置 拿着外出牌子 林霄再次离开了梵天剑种 这让那些新守木人又一次羡慕了 上一个月 他们的守木任务都以失败告终 这让原本两块下品零食的收入 变成了只有一块 而这个月才开始两天 这独行侠就完成了当月的守木任务了 这人也太强了吧 他们感觉自己和林霄的差距 越来越大 已经追不上了 另一边 林霄并没有直接去妖兽森林修炼 而是先来到了藏宫阁 他准备将耿老的那份投资先变现 给自己找两本合适的功法五技 毕竟他现在就只会一门基础呼吸法 其他方面都太欠缺了 来到藏宫阁门口 一个白发老头正靠在门边昏昏欲睡 看上去没什么精神的样子 林霄走到他面前 恭敬行礼后说道 前辈 我想进去挑选功法五技 他可不会小看这样的人 藏宫阁这种地方 会让一个寻常老头看守吗 必然不会 这白发老头 说不定就是扫地僧般的存在 嗯 据林静一重的杂役弟子 小伙子 你倒是有趣啊 手牌拿给我 白发老头瞥了一眼林霄后 含笑道 林霄微微愣了下后 就双手将耿老给他的两块令牌递了过去 只是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修为 扫地僧无疑了 去吧 记着只能在一层挑选 不要上 哎 等等 剑阁令牌 这谁给你的 当白发老头看清楚令牌样式后 两眼闪过一道 圣人光韵 整个人一下就精神了 是耿老前辈给我的 林霄老师回答道 嘖嘖嘖 这老不死的又要干什么呢 嗯 我知道了 那你直接去藏宫阁三层挑选吧 白发老头说完这话 就又重新靠回了门边上 假妹起来 三层嘛 好的 谢过前辈 林霄道谢一声后 就进入了藏宫阁 剑魔宗的藏宫阁 一共就四层 一层是存放普通人阶级别功法武技的 二层是存放普通地阶功法武技 而三层是存放一些比较重要的 人阶 地阶功法武技的 至于四层有什么 林霄就不知道的 在他脑海中的海量记忆里 并没有人上过四层 当林霄进入藏宫阁走上楼梯后 门口假妹的白发老头子 微微张开了眼睛 无名健体吗 可惜自治太一般了 第八章 找凶兽陪练 实力快速提升 林霄在上楼时 心中也是颇为惊讶 他还以为自己 就是在藏宫阁第一层 选两本人阶功法 没想到 耿老居然送了一份这样的人情 藏宫阁三层 可不是一般弟子能够进入的 要么有功劳 要么有关系 不然光凭宗门积分 可是上不来的 顺利踏入藏宫阁第三层后 林霄就在几个架子上 寻找起自己合适的功法武技 只是看了几眼 他就瞅见了两本熟悉的地阶剑法 都是在梵天剑种吸收剑气时 领悟到的 玄清真觉 地阶下品修炼功法 入门难 成长性高 灵气可比同阶多提纯一成 修罗掌 地阶中品武技 炼旧大成 一掌可毁山灭地 林霄将一本本功法武技看了过去 不愧是第三层的货色 只是看看名字和介绍 就感觉不一般 他对自己的悟性 是相当有信心 这次打算选一本身法 和一本炼体功法 至于修炼类功法 自己那氧气绝 还是可以勉强用用 目前他最缺的 就是速度和体质打不过 总是要跑的吧 如果跑不过 抗奏属性总要拉满吧 这两个必须要选好的 再挑了半天后 林霄从中选好了 两本功法武技 一本地阶下品身法 移行幻影 一本人阶圆满炼体功法 暴山印 移行幻影身法没得说 在第三层身法武技中 这本地阶下品 就是最顶级的了 而炼体功法 暴山印 则是林霄选了很久才决定的 地阶下品的炼体功法也有 但那几本 都是偏向于修炼 辅助炼体 只有这本 暴山印 是重在炼体 极力锻炼修炼者身体强度的 选完功法后 林霄就离开了藏宫阁 前往了妖兽森林 这一次外出 他打算多待几天再回去 反正守木任务完成了 回去吸收剑气 也没办法迅速提升实力 不如在妖兽森林里 好好修炼一番 争取在外门测试上 拿个好成绩 剑魔宗的外门弟子 多达上万 其中不乏天才和资质超凡之人 林霄自觉只是悟性好 该努力必须要努力 而且 剑魔宗只是大魏王朝内 排名前时的宗派 比他强的势力不少 其中年轻天骄 更是不知几何 林霄一路向前 没有停下来 妖兽森林外围的妖兽等级偏低 大部分都是 距林进前中期左右的实力 拿这样的妖兽练剑 完全没有一丝压力 没有压力 怎么会有进步呢 所以 林霄深入了十几里地后 当身旁妖兽等级 相当于距林进后期时 他才停了下来 够了 就这了 在不动用剑翼的情况下 这种强度刚刚好 林霄从背后取下一柄长剑 这是 在宗门花了两块零食 买下了普通金铁长剑 不是他不想买柄好剑 实在是囊中羞涩 全身上下 一共就有三十多块零食 而好剑动辄几百上千 他是真的穷 吼 这时 一头狼行凶兽 突然从草丛里扑了出来 台找就将林霄撕成了两半 但奇怪的是 狼行凶兽的爪子上 却没有一点血迹 再看那被撕成两半的林霄 已经化为虚影 消散不见 假的 狼行凶兽一愣 接着转头 看向了自己的后方 刚刚那人类赫然已经跑到了他身后 真以为我没发现你啊 天明剑法 林霄低喝一声 手中长剑已经施展而出 伴随着尖锐的破空声 长剑后发先至 重重刺进了狼行凶兽的身体里 咔嚓 清脆的鼓裂声 狼行凶兽直接被刺飞了出去 吼吼 狼行凶兽目光泛红 摔在地上后就想起身反击 明月 林霄再喝一声 刷 一道月牙型黑色剑气已经斩了过来 扑吃 催枯拉朽 势如破竹 这一剑气 直接就将狼行凶兽一分为二 死得不能再死了 战斗开始得快 结束得更快 林霄看着地上的凶兽尸体 开始总结经验 自己的第一剑角度不太对 灵力输送不到位 明明是一招杀招 效果却差强人意 两分钟后 林霄将狼行凶兽尸体上 直前的地方收走 身法一动 换出一道残影 就消失在了原地 是的 林霄施展的 就是移形幻影 身法 从剑魔宗出来 到刚才遇到狼行凶兽 他就已经将身法 练到了小城 这等悟性 只能说恐怖 施展 移形幻影 高速移动的同时 产生一道残影 这是小城的表现 什么时候 能产生三道残影 就是大城 十道残影 就是圆满 林霄将这身法 修炼到小城后 便感觉自己的速度 比原先快了两倍不止 不愧是低阶身法 就这样 林霄修炼了 一整天剑法和身法 到了晚上时 移形幻影 被炼至了大城 在网上 想要修炼到圆满 那就需要假以时日了 第二天 林霄修炼起了 炼体功法 暴山印 也许是炼体功法 和身法有差异性 林霄修炼了一整天 才将暴山印 炼至第一层 身体力量提升一倍 防御力提升一倍 并在体表 构建出了一层灵气护甲 可以抵挡高 自己一个小境界的攻击 暴山印一共有九层 每提升一层 身体力量就会得到淬炼 灵气护甲 也会提升一个档次 防御力大增 这有点骂啊 林霄纳闷说道 如果这话 让其他修炼 暴山印的人听见 一定会气到吐血 寻常人别说一天 就是修炼一个星期 也不一定能入门 想要炼成第一层 至少要一个月时间 一天就能炼成第一层 这速度 已经令人叹为观止了 一连几天 林霄都在妖兽森林中 外围努力修炼 白天功课 暴山印 一行幻影 晚上就找个安全的地方 沉心修炼 氧气绝 林霄的整体实力 快速上涨着 在第十天时 林霄提着一柄断剑 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 迅速退出了妖兽森林深处 从身上多出的几道伤口 就能看出 这趟行动不容易 可恶啊 伦海静的凶兽防御力 也太强了吧 林霄愤愤吐槽道 这两天 他为了磨练自己 一咬牙就钻进了森林深处 在不动用剑翼的情况下 几乎是被伦海静凶兽追着打 身法和剑法 提升得倒是很快 但普通金铁长剑 太不耐用了 没砍几下 就断成了两半 衣服也成了盖中盖 先回宗没一趟好了 林霄心中有了决定 刚好将一些凶兽材料卖掉 换柄合适的长剑 就在林霄准备反程时 忽然 他神色一动 距离他不远处 传来一阵战斗的声音 而且还在快速 向他这边靠近 要不要看一眼 万一能黑吃黑 捞一笔呢 也许是被剑魔宗弟子的海量记忆带坏了 或者是本性如此 反正林霄的第一想法 就是黑吃黑 空手套白狼 抢夺资源 玄幻世界这种事 太平常了 很快 两道身影出现了一逃一追 逃的是一名身穿蓝衣的花迹妹子 身上带血 面色难看 充满愤怒 追的是一个两米糙皮大汉 手持长刀 面目猙獰 林霄略微感知了下 就看出了两人的修为境界 花迹妹子是聚灵境圆满 而那两米大汉则是至少轮海静 溜了溜了 你们打你们的 这是跟我没什么关系 第九章 英雄救美 你配吗 魔叫的臭丫头 你觉得你能跑回剑魔宗吗 你给我练丹暖房 我好好带你 这多合适啊 两名大汉宁笑着 眼睛不停盯着逃跑的女人说道 蓝衣女人根本没有回头 也不敢有丝毫停满 剑魔宗已经近在咫尺 她必须要拼一拨 如果实在跑不掉的话 就只能放手一拨了 她宁可同归于境 也不会委屈求全 臣服别人 这时 她忽然瞥见了 远处站着一个人影 道友 我是剑魔宗丹青峰下 乔长老的弟子 还请 他本想跟对方求救 因为这里距离剑魔宗不远了 很有可能 对方就是他的同门师兄弟 如果和两人之力 说不定能对抗一下身后的追击者 就算对抗不了 只要拖住对方一时半会 宗内强者就会注意到他们 到时候自然危机解除 但是当她看清楚 对方修为实力后 心就彻底凉了下来 聚灵镜三重修为 嗯 这种实力的人 怎么会来妖兽森林深处边缘呢 要知道 这附近出现的妖兽 可都是聚灵镜后期 甚至圆满实力的 一个聚灵镜三重弟子来这里 和找死没有什么区别 不过 她现在可没工夫去想这些 女人稍微转向 偏离了对方的方向 同时聚集其体内全部灵力 既然无法逃了 她也要让对方付出代价 明空斩 女人怒喝一声 手中长剑 向后划出一道黑色剑光 哟喝 又开始反抗了呀 那我就不客气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两米大汉冷笑一声 随手就对着剑光和女人 拍出一掌 翻手为鱼 覆手为鱼 伦海净强大的灵力浩荡而出 在虚空中 化为一只硕大的黑色剧长 宛若天崩一般 无可抵御地压落下来 下一秒 剑光和黑色剧长 撞击在了一起 咔嚓 女人施展的剑光 被剧长拍得支离破碎 直接崩坏 完全没有一丝阻挡 二者实力相差太过悬殊 女人看着继续冲向自己的黑色剧长 手中长剑紧握 眼中闪过绝望和决绝 她宁死 也不会落到别人手上的 就在这时候 她只感觉眼前一花 刷刷刷 数十道剑气 从她身旁擦肩而过 冲向黑色剧长 惊鲜光滑若乱舞银丝 化为剑气江河 汹涌直前 哄 一声巨响 刚刚还坚韧不催的黑色剧长 被这一波剑气抹灭得干干净净 两米大汉愣住了 蓝衣女人也愣住了 这是哪位大佬出手了吗 一个青年人慢慢走到了女人身后 轻声问道 天明剑法 陆维远师兄 是你什么人呢 女人猛地转过头 她眼中净是惊恶 出现在她身后的 就是刚刚那个距离近三重修为的年轻人 那数十道剑气是她施展出来的 更令她骇然的 还是对方说出的那句话 你 你认识我哥 陆明月瞪大了眼睛说道 原来你是她妹妹啊 我认识你哥 受过她指点 凌霄淡淡说道 她这话自然不是真的 真话是 凌霄看到这女人 刚才竟然施展出了 天明剑法中的仪式杀照 然后她的记忆 瞬间就找到了相关内容 那座自己吸收了剑气 领悟出天明剑法的剑种 就是陆文远的 一个在内门 都可以排进前十的天才剑修 可在一次探索秘境时 不小心陨落了 宗门找到对方时 就只剩下一柄一剑 因为观看过对方记忆 凌霄在陆明月施展出天明剑法时 就已经记起来了 嘖嘖嘖 小子 你才聚临近三重修为 就敢英雄救美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两米大汉 鄙夷的看着凌霄说道 至于刚刚对方 能挡下了自己的随手一掌 他并不奇怪 谁还没有点保命的东西呢 只不过 你能挡下一掌 还能挡下他两掌 三掌吗 凌霄并没有理会这人 而是朝陆明月继续说道 你的剑能否借我一用 你 他是伦海进抢者 你不是他对手的 赶紧跑吧 陆明月赶紧说道 两人修为实力相差太多 他不想因为自己 而连累别人 那也晚了 你觉得那个人会放过我吗 凌霄笑了笑 就从陆明月手中 夺过了长剑 嗡 熟悉的感觉来了 一道记忆 从剑身传到了他脑海中 陆明月的一声 快速闪过 天明剑法感悟加深 这也行 凌霄小小猛了下 他以为自己这满级悟性 只针对死人剑木 没想到对活人的剑 也有效果 小子 别怪我 怪就怪你运气不好吧 嘿嘿 两米大汉见凌霄眉理他 眼神阴郁下来 他伸手再次拍出两掌 两道比之前更强大的黑色剧掌 压落下来 凌霄见此 台剑就挥了过去 近百道剑气 瞬间迸发而出 在手中零剑的增幅下 剑气成河 席卷去 两只黑色剧掌 根本无法抵抗如此之多的剑气 在拍碎了近半的剑气后 就被其他剑气吞噬一空 两米大汉神情惊恶 脸色终于变了 怎么可能 这人明明只有距离近三重修为 怎么会接二连三 抵挡住了自己的攻击 陆明月在凌霄身后 也是张大了嘴巴 他本来以为 这师弟是靠着某些底牌 才挡下的刚才攻击 但现在亲眼一见 这师弟 哪里有什么底牌了 只是随手挥剑而已 可 可他为什么能施展出那么多剑气 而且每一道剑气威力 几乎都接近他的权力一击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嗯 轮海镜强者就这点实力吗 看来是我高估了呀 灵霄纳闷说道 他这是实话实说 光今天见到的轮海镜妖兽 就比这人强大多多了 你 找死 给老子死 两名大汉怒了 被一个距离近前妻的蝼蚁嘲笑 这是他无法忍受的 纳米大汉身上 迸发出一股狂暴的灵力 在空中再次汇聚 只不过 这次画的不是剧长 而是画为了一柄巨大灵刃 他怒喝一声 就向着灵霄悍然批出 威势强盛 周围空气都似乎受到了挤压 陆明月脸色一白 完了 这次真的挡不住了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就算面前这湿地 展出再多的剑气 也是无济于事 再看灵霄 此刻的面色也是凝重了起来 他知道 在面对这一击前 自己不能藏桌了 那就斩了吧 灵霄缓缓举起手中零剑 一股令人骇然的气息 瞬间凝聚 两米大汉和陆明月 都有一种剑底驳梗的危机感 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 斩 灵霄倾吐一字 一道宛若银河将士 九天倒卷的白色剑光 刹那间刺在了巨大灵刃上 咔嚓 浩荡剑光毫不留情地一清而下 直接就将这巨大灵刃 催枯拉朽一般机的粉碎 两米大汉眼睛一瞪 这事件 他的声音戛然而止 连惨叫都没能发出 就被这道白色剑光一分为二 抹杀了全部生机 静 现场什么声音都没有发出 陆明月已经傻住了 他看到了什么 一个巨灵镜三重的尸弟 居然只出了一剑 就斩杀了一名轮海镜强者 他是不是在做梦呢 这怎么可能啊 师姐 你这件还不错呢 灵霄将剑还给了陆明月 然后就走到了两米大汉的尸体前 开始翻找东西 在他进入梵天剑种时 就已经见过太多尸体了 而且这一次 他全程都是在防守自卫 所以 简尸这种事 对他来说完全没有心理负担 将这两米大汉 从头到尾摸索了一遍后 就找到了一枚戒指 除此之外 别无其他 灵霄目光灼灼地 盯着手中的小小戒指 心情小小激动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这就是那种空间储物戒指 这可是好东西啊 灵霄直接将戒指放入口袋 打算等回去再好好研究 那个师姐 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拜拜 灵霄说完这话 头都没有回忆下 身形一动 就消失在了现场 他这次出手 只是因为 自己受过陆文远剑种的馈责 知恩图报罢了 不然他才不会去惹什么 轮海镜强者 啊 哎 等 等一下 师弟 你叫什么名字呢 陆明月着急的 朝灵霄离去的方向喊道 可半天也没有听到回应 而且 对方施展出来的身法速度之快 也不是他能够追上的 这 这师弟 究竟是什么人的陆明月 满脸诧异 第十章 一条明晃晃的前途大道 陆明月看着一个方向 有些发猛 这人喊自己师姐 那肯定就是建魔宗的弟子了 可内门之中 什么时候有这样的天才建修了 就刚刚这师弟展出的那惊艳一剑 其中似乎蕴含着某种极其强大的力量 他敢肯定 就算自己哥哥没有死 实力也远远不如这人厉害 不想了 先赶紧回宗门 这么厉害的人稍微打听一下 肯定就能知道他是谁了 陆明月快速向宗门行去 另一边 一炷香不到的功夫 灵霄就已经离开了妖兽森林 回到了建魔宗 在赶回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搞懂了储物戒指的使用方法 这没戒指内的空间并不大 只有十个立方 灵霄翻遍了戒指后 心中还是有些失望的 除了近三千枚下品灵石 和一些乱七八糟的材料外 戒指里就只有一本人街上品武技 暗影掌 和一本人街顶级武技 暗影刃 除此之外 并没有其他值钱的东西了 而这两门武技 对灵霄来说就跟鸡肋一样 学他们 不如多钻研钻研剑法 感悟感悟 剑意更实在 好家伙 第一次黑吃黑 遇到的就是一个穷鬼 最大的收获 应该是这枚储蓄戒指了 据灵霄脑海中的记忆 储物戒指 对于伦海静强者来说 都是稀罕物件 有市无价 像他手上这种最小号的储蓄戒指 卖掉的话 至少能卖三万下品灵石 这可是一笔不小的财产 灵霄不再多想 回到宗门后 直接将妖兽材料 卖给了宗门的收购部 自己摆摊卖 肯定可以多卖些价格 但太费时间了 外出十几天 他收获的妖兽材料可不少 而且都是巨灵镜后期以上的材料 这让收购部门的弟子 都瞪直了眼睛 他们完全猜不到 面前这个修为 只有巨灵镜三重的年轻弟子 是从哪里得到这么多材料的 最后 灵霄将材料卖了四百多枚下品灵石 这已经相当不错了 可灵霄却是暗暗撇了撇嘴 忙了十几天 才赚到四百多灵石 斩了一个伦海静的家伙 就得了三千灵石 这还没算武器和戒指 果然 黑吃黑来钱快啊 卖完妖兽材料后 灵霄就来到了旁边的交易广场 这里是剑魔宗 特别为宗内弟子设立的 因为当弟子出去历练 或者得到一些机缘不适合自己后 就可以来这里交易掉 所以 在这个交易广场里 卖什么的都有 灵霄没走几步 就看到不少卖武器功法的 除了卖 也有收购 求购功法武器的 灵霄在货比几家后 就以五百下品灵石 和一千二百下品灵石卖掉了 黑吃黑得来的两本武器 那接下来 就是寻找合适的长剑了 虽说没有剑 灵霄也可以施展剑气和剑意 但威力就无法全部发挥出来 他做过对比 空手和使用寻常长剑 施展剑气和剑意两者威力 至少相差三成 这是一个恐怖的差距 高手过招 一丝一毫就能决定胜负 更别说威力相差三成了 那简直是天差地别 可逛了一圈 灵霄也没有看顺眼的长剑 倒是某些弟子的求购商品 让灵霄起了一些兴趣 二百下品灵石 求人展示落语剑法大乘境界 四百五十下品灵石 求人传授迅雷身法感悟 一千二百下品灵石 求人告知金刚护体 第四层奥义所在 等等 众多类似求人攻法武器经验的牌子 挂了出来 灵霄看见这些眼前顿时意亮 仿佛一条前途大道 摆在了他面前 别的攻法武器不提 就剑法来说 他现在可是掌握了 一百多种不同等级的剑法 算是真 剑法理论宗失了 而且因为凝结了剑意 这让他对剑法的领悟更上一层 教人遇剑 肯定是不在话下 扫了剑后 灵霄就选好了一块牌子 五百下品灵石 求人仔细展示烈火剑法精髓之处 就塌了 烈火剑法 人皆顶级 剑魔宗修炼这剑法的人 还是不少的 他属于入门容易 精通难 上限高的一种剑法 灵霄在梵天剑种 吸收的近两千道剑气和经验里 修炼过烈火剑法的人 就不下五十人 所以对于这套剑法 他是相当熟悉 感悟也很深测 灵霄直接就摘下了这块牌子 还请师兄多多指 嗯 聚灵镜三重 师弟你 要给我展示烈火剑法吗 牌子被摘下后 一道人影就走到了灵霄面前 是一位穿着内门蓝袍的弟子 修为大概在聚灵镜九重左右 他刚开口称呼师兄 结果就注意到了 灵霄年轻的样貌 和聚灵镜三重的修为 这让他一阵瞪眼和纳闷 剑法感悟深浅 和修为有直接关系吗 灵霄淡淡问了一句 这 是我失言了 师弟这边请 那人欠一点点头 对灵霄摆了一个手势 展示剑法 需要去旁边的镜室 那里有专门的防御镜法 同时也可以保护隐私 两人很快就来到了 一间两百多平的镜室 那内门弟子眼中 依然有些质疑之色 但这师弟既然敢摘牌子 肯定就有几分信心 至于会不会骗人 他倒是不担心 交易广场有自己的规则 尤其是演练展示 功法武器这一块 如果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那交易就不能成立 剑给我 灵霄伸手说道 这内门弟子听到这话 微微一愣 对于剑修而言 剑在人在 不能轻易离身的 更别说给其他人使用了 我没带剑 怎么为你演示呢 灵霄说道 那内门弟子才注意到 这师弟真的没有带剑 犹豫了下后 他就将剑递了过去 灵霄直接握住剑柄 将剑抽出了剑鞘 问 一段段记忆涌入 烈火剑法感悟 再次加深 灵霄微微闭上了眼 脑海中 这名内门弟子 在无数个场景 施展着烈火剑法 剑出燎原 燃尽一切 盐吞树里 所向辟逆 几秒钟后 灵霄张开了眼 他已经对这个人 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你同很多人一样 练错了方向 第十一章 氧气觉得奇怪之处 外门测试开始 练错了方向 这内门师兄 眉头一下子就皱了起来 心中有些不悦了 这烈火剑法 可是师尊他老人家 亲自传授的 属于最走正道了 他师尊乃内门长老 一位轮海境后期的强者 就算他错 他师尊也不会错的 师弟 我看还是算 这人难道是来骗灵石的吗 算了算了 他还是另找别人吧 就在这时 灵霄动了 他手中的长剑 泛出一道红光 整个镜室内的温度 开始上升 一招一式烈火剑法展开 充满灵性 聚气成言 剑影灼灼 这内门弟子就感觉 那师弟仿佛与火焰融合在了一起 整套剑法跟活了过来一样 他从未感觉 烈火剑法能施展得如此契合 剑法大称 不 这已经接近剑法圆满了 这内门弟子眼中震动不已 单论剑法理解 这师弟已经不弱于师尊了 火 往往是刚烈凶猛 一往无前 灵霄再次施展出一式剑法后 开口说道 但这只是最寻常的理解和境界 这内门弟子听到前半句 刚想点头硬核 结果听到后半句时 他就有些呆住了 难道火还有其他理解吗 火不就是如此吗 那你看清楚了 灵霄淡淡说道 他再次一挥剑 境室内的灯光忽然熄灭 只剩下他手中长剑 引现出了一点红光 刷 一声剑鸣 肉眼可见 境室中的灵气都出现了一丝扭曲的痕迹 并宛若剥痕一般 向着四面八方荡开 这名内门弟子 只觉危机当前 身形猛然向后退去 直到撞在了境室边缘 他才瞪大了眼睛愣在当场 这时 境室内灯光恢复 那师弟已经将长剑都还到了他身前 惺惺之火 亦可燎原 灵霄说出了这一件的理解 这内门弟子 使尽咽了咽口水后 眼中的亥然还未散去 他赶紧接过长剑 对着灵霄 深深鞠了一躬 道 我为之前自己的质疑态度再次道歉 师弟对烈火剑法的理解 是我平生警戒 就算师尊他老人家 也远远不及 内门驰言封无踪 灵霄摊开手晃了晃 那意思很明白 剑法我展示完了 你看着也挺满意 那是不是该付灵石了 哦 师弟给 吴宗成拿出十块中品灵石 就递了过去 一枚中品灵石 相当于一百枚下品灵石 这十块 就是一千下品灵石了 不是说 只有五百下品灵石吗 灵霄问了一句师弟为我展示了烈火剑法的更深层次 我大受感悟 这追加的灵石 是师弟应得的 吴宗成很是客气说道 那好吧 灵霄也没拒绝 他现在的确缺灵石 修炼者是可以从灵石中吸取灵气修炼的 灵石品阶越高 效率就越高 如果只是下品灵石 寻常功法吸收转换率只有五成不到 但灵霄却是发现了自己修改版的氧气绝 吸收下品灵石转换率可以达到七成多点 这可是相当不错的 一枚灵石就能比别人多利用三成左右 那一千枚 一万枚灵石呢 对了 比如你觉得自己在剑法上止步不前的话 可以寻找一种水系剑法 那有可能会助你突破 灵霄说完这话 就直接离开了静石 最后一个提醒 是看在多出来的五块中品灵石上附赠的 至于对方会不会听 就不关他的事了 吴宗成听到灵霄最后一句话 陷入了思索 为什么在止步不前时 学习水系剑法呢 他修炼的功法和剑法都是火属性的 如果学习水系剑法 岂不是背道而驰 水火不容的道理 是个人都会明白的 哎呀 吴宗成一拍脑袋 他都忘记问这师弟的名字了 在内门之中他并没有见过这位师弟 难道是外门弟子 据灵静三重修为 算是外门弟子中的佼佼者了 他没有记错的话 再过些天就要外门测试了 如果这师弟真的是外门弟子 那必定会直升内门 看来接下来内门排名要有大变动了呀 灵霄离开静石后 并没有再继续摘牌子 他逛了一圈交易广场后 花了四千下品灵石 买下了一柄中品灵剑 灵剑不同于凡剑 他能蕴养自身 增幅剑法威力 甚至听说顶级灵剑可以诞生剑灵 所以价格是相当的不便宜 灵霄这还是讨价还价半天才拿下的 灵剑入手 几段记忆碎片就涌入他脑海 这柄灵剑经历过两位主人 一位战死 一位是落魄后将其卖掉 递接下品剑法领悟两套 这算下来 灵霄还是稳赚不亏的 接下来的这段日子 灵霄过得非常规律 在梵天剑种内 他就是不断摸剑 炼剑 等外出机会申请下来 他就进入妖兽森林深处 挑战各大轮海境妖兽 期间 灵霄发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 他那修改后的氧气诀 在进入到聚灵境四重后 就开始横向发展 意思就是 不管吸收多少灵气 大部分都是在提升灵力的量 而不是向更高境界发展 从长远角度看 这是有利的 但为什么会如此 灵霄就不晓得了 毕竟几乎没有人修炼氧气 诀到这么高境界的 氧气诀属于是最为基础的一篇功法 一般人修炼到聚灵境 就会赶紧将其换掉 灵霄也想过换掉氧气诀 可当他买了两本人阶顶级功法后 却发现 那两本功法修炼速度 远不如改版氧气诀 就算以他的悟性 将功法修改好了 修炼速度还是不急 就这样 灵霄并没有换掉氧气诀 等以后找到更合适的再说好了 今天阳光明媚 见魔宗外门热闹非凡 就连杂役弟子们 都难得放假一天 妈爷 我终于从那里出来了 我也是 你们都完成过当月任务 我还是第一次离开梵天剑种呢 什么时候 我才能成为外门弟子呢 就今天吧 外门测试也允许杂役弟子测试 那我们守墓人 同样也可以的 近百个新守墓人 兴高采烈地 朝外门测试广场走去 他们之中 有好多人 都是第一次离开梵天剑种 实在是每月打扫 十座剑种的任务 太过艰难了 这几个月 一百多号人中 能每月完成任务的 就只有双手之数 林霄对于外门测试 倒不是很关心 他更在意测试结束后 去找耿卯会发生什么事情 第十二章 这机缘给他 真是太浪费了 哇 你们看那个帅哥 他就是我们外门第一人 沈高 听说沈高前几天 已经突破到聚灵进六重了 这修为 就算进入内门 也能成为佼佼者吧 那肯定啊 沈师兄天赋极佳 上一次外门测试时 他刚好有时不在 所以错失了进入内门机会 这一届外门前击都相当厉害呢 广场之上人声嘈杂 议论纷纷 人群目光的几个聚焦点 都是外门前几的存在 所有人都期待着 他们在这次外门测试发挥如何 带人来得差不多后 安静 一个淡淡的声音 传进每个人的耳中 所有外门弟子都闭上了嘴 看向了高台之上的身影 林霄和身边的守木人们 也抬头看了过去 这一看 其他人脸色都是变了变 是陈长老 几个月前 他们一共有近万人被抓到了这里 然后就是这个陈长老 将他们分配到了梵天剑中里 再次见面 每个人心中都是感触良多 林霄同样如此 他现在算是真正融入了这个玄幻世界 对于这陈长老 从某些角度来说 他还要感谢对方 让他进入梵天剑中吗 今年外门测试规则跟以往一样 练气近五重以上者 方可参加 最终测试前十者 每人可获得五枚中品零食 和藏宫格一层挑选另排一枚 前三者可获得上品回员单一屏 陈长老将规则说了出来 大部分外门弟子 已经不是第一次参加测试了 对这些规则都相当熟悉 只有一部分心如外门弟子 和杂役弟子听到规则 才感到惊讶 什么 必须要练气近五重 才可以参加呀 这就没意思了 我才练气近四重 只能等明年了 我也是 差一点就可以参加了 我虽然是练气近五重 我还是不参加了 省得丢人 林霄身旁的其他守木人 都是无奈摇了摇头 他们之中修为最高的 才达到了练气近三重 距离外门测试的起点 还差得远呢 不 不对 有一人例外 想到这 其他守木人 都悄悄看向了林霄 这个独行侠 几乎不和他们说话 每天都是忙自己的事情 而且 资质还出奇的好 每个月还是第一个完成任务 申请外出机会 他们完全看不透 这个人的修为 说不定 这人就达到了 外门测试的要求 说实话 相处了几个月 他们这波守木人之间的关系 还是团结的 虽然不喜欢林霄 但他们也希望 守木人中有人 可以参加外门测试 不管能不能通过外门测试 只要上场了 好歹能挣个面子 林霄兄弟 你参加外门测试吗 一个自来熟的守木人 走到林霄身边问道 一起待了这么长时间 名字他们还是知道的 其他守木人 也竖起耳朵听了过来 参加 林霄简单回答道 其他守木人点点头 这独行侠的修为实力 果然达到了炼气近五重 这天赋也太强了 这样的天赋 当初怎么会被 安排在梵天剑中呢 林霄看到了他们的眼神 但他没有多解释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 建议感悟和运用 如果他不想 让别人看出修为 就算是伦海静强者 站在他面前 也看不出来 很快 外门测试报名开始 林霄也上前排队 但他这一身杂役弟子 穿着就格外显眼 旁边排队的 都是外门弟子 他们看着林霄 纷纷露出不屑的表情 杂役弟子 居然真的来参加外门测试了 这真是有脸啊 真以为练气近五重参加了 就能拿到奖励吗 姓名 年龄 修为 登记弟子一个个问道 进行着简单登记 陈全 26岁 练气近七重 王品大 32岁 练气近七重 境界越往后 就会越难修炼 每个境界之间相差 也会越来越大 等排到了林霄后 嗯 杂役弟子 你是哪座主缝上的杂役弟子呢 登记人员诧意问道 他今天也登记过了两个杂役弟子 但那两人年纪都不小 修炼了七八年 才达到了外门测试线 眼前这年轻人 一看就年龄不大 这人要是也达到外门测试线 那岂不是说明 资质不弱 可资质不弱的话 为何会被派去当杂役弟子呢 真是奇怪了 我是梵天剑种的守木人 林霄回答道 啊 守木人 你是守木人 那登记人惊讶道 守木人一般不都是 一副虚弱不堪的样子吗 可他虽然没看出 眼前之人的修为境界 但对方身上传来的 强大气血之力 他是感受到了 这跟往年的守木人不一样呀 啊 好吧 姓名 年龄 修为 登记人问道 在外门测试上报假信息 这要是被查到 可是要被重罚的 完全没有必要 林霄 二十 聚林静 一重 林霄想了想 没有说出四重 耿老对他说过 天赋异禀 在剑魔宗无需掩藏 可林霄还是觉得 自己这种天赋 恐怕没有耿老想得那么简单 万事藏着点好 然而 当面前这登记人 听到林霄的话后 眼睛都瞪圆了 你说什么 你已经突破到聚林静了 他完全不相信 一个杂役弟子 竟然说自己突破到聚林静 还只有二十岁 这不是完全瞎扯吗 他身旁的外门弟子 也是同样的神情 没等这些人发出质疑 林霄已经将身上的 一抹气息释放而出 强度控制在了聚林静一重 死 一下子 周围的人都猛逼了 在外门中 能达到聚林静的弟子 都算是资质不错的 而这杂役弟子 居然能达到聚林静 一时间 每个人脑海中 都浮出两个字 机缘 这杂役弟子 一定是在什么地方 获得了机缘 所以才一飞冲天 达到了聚林静 想通这一点 这些人眼中 倒是没了质疑 只是多了羡慕和嫉妒 唉 这可是机缘呀 怎么就给了一个杂役弟子呢 如果给他们就好了 那绝对比这杂役弟子强太多了 好了 外门测试 现在开始 第十三章 平平无奇的石碑 顿悟了 外门测试其实很简单 分成两个环节 第一环节 每名参加测试的弟子 需要在事件时上 留下一道攻击 可以是剑气 刀气 掌印等等 事件时会根据攻击强弱 显示出一个数字 排名前摆者 可进入第二环节 事件时 凌霄嘀咕了一声 他的记忆里 对这东西并没有什么深刻印象 在他疑惑间 一块近乎两米长的黑色石碑 被几人抬了出来 整块石碑 散发着一股苍凉深忧的气息 尤其是中央的那一条极深剑痕 令人心生敬畏 凌霄看到是剑尸的第一眼 体内的那股剑意 竟然躁动了起来 就好像猫见到了老鼠一般 跃跃欲试 兴奋不已 这 凌霄眼底绽放出一抹奇光 这位师兄 打扰一下 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凌霄问向了身旁的一名外门弟子 那外门弟子 见凌霄突然搭话 吓了一大跳 要知道 他现在修为才练气境九重 而对方已经距离近一重 喊他师兄 真是给足了他面子 兄弟你抬举了 我可不是师兄 你现在虽是杂役弟子 可等这次外门测试后 必定起飞了 到时候 我还要喊你师兄才是 这外门弟子连忙说道 那也是以后是了 师兄 你可知那块是剑尸是什么来历吗 我看着感觉非同一般呢 凌霄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哦 这问题啊 那兄弟 你就问对人了 这师剑尸肯定不凡 他可是咱们宗主 在百年前 从一处上古遗迹里寻找到的 你看见师剑尸上的 那倒剑痕了吗 据说是上古剑修顿悟时 留下的痕迹 有莫大威能 谁要是能参悟他 肯定能获得天大好处 不过这就是个说法 师剑尸在咱们宗百年了 也有不少外宗强者过来看过 最后不还是沦为测试工具吗 这外门弟子倒是解释得很详细 林霄微微点了点头 道了一声谢 目光集中在了师剑尸上 上古剑修吗 他信了 很快 测试弟子被分好了队 一个个走到了师剑尸前测试了起来 第一名弟子抽出长剑 凝聚了三个呼吸灵力后 才全力朝师剑尸展出了一道剑气 一号弟子 数值410 下一个 师剑尸旁的记录弟子喊道 接着第二名弟子上前 也是对着试剑时展出一道剑气 剑魔宗内 大部分弟子都是使用剑 只有小部分人会另寻他法 二号弟子 数值546 下一个 记录弟子继续喊道 一组组弟子快速进行着测试 转眼间就已经测了200多名弟子 林霄是第410名 也不会等多久 他看了这么久 大概也明白了数值代表的含义 基本上 炼气境九重威力在600至800左右 炼气境巅峰在1000左右 突破1000数值就达到了聚灵禁一重 哇 顾时师兄要上场了 他可是仅次于沈高师兄的外门公认第二人呢 我听说顾师兄这次的目标就是击败沈师兄 拿下外门第一的称号 顾师兄的修为境界也突破到聚灵禁六重 真想知道他们谁更强一点 我觉得 还是沈师兄厉害一些 那可不一定嘛 在周围人议论声中 一个身形稳重的人 缓缓走到了事件事前 林霄只是看了一眼 就收回了目光 这人身上的气息 也就一般吧 刷 顾时快速挥剑 就朝是剑石挥出了一道青涩剑气 一声闷响后 事件时尚浮出一个数值 242号弟子 数值3489 下一个 哇 所有人都低呼一声 这是目前最高的数值了 之前最高的数值才1200多 顾时这一击都要赶上那人三倍了 而且看顾时轻而易举的样子 根本没有用权力 随手一击就这么强 那权力而为会是多少呢 还没等他们猜测 众弟子又发出一阵惊呼 因为在顾时之后上场的 赫然就是他的劲敌 沈高 也是公认的外门第一人 沈高没有和顾时一样板着脸 而是面带微笑的 跟其他人点点头 还摆摆手 显得自信十足 旁边的顾时剑紫 眉头只是皱了皱 当沈高走到是剑石前面 他就动了 但他没有拔剑 而是右手一挥 一道剑气激发而出 激在了是剑石上 一个数值浮现出 那记录弟子赶紧看了过去 这一看 他眼神之中 就充满了怪异之色 243号弟子 数值是3490 其他人听到这个数值 也都是一愣 这 这好像就比顾时的数值 大了一点 哇塞 这种控制力 也太强了吧 而且 沈高师兄可是没有动静 孰强孰弱 一目了然 欠 炫戒 顾时冷哼一声 转头就走到了一旁 沈高见顾时被气走了 笑了笑耸了下肩 也走下了台 这两个焦点人物测试完了 剩下的基本上就没什么看点了 又测试了一百多人 其中实力最高的人 集出了1750数值的成绩 其他就平平无奇了 409号弟子 数值810 下一个 记录弟子说道 灵霄活动了下手脚 走向了事件时 终于是轮到自己了 有点不容易啊 他都排了两个多小时了 灵霄的上场 倒是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毕竟一个杂役弟子 却拥有聚临近修为波动 这种事在建模宗 也是很少出现的 梵天剑种的守木人 都看向了他 有几人还加油出生 高台上的陈长老 瞪着眼睛看向了灵霄 心中疑惑万千 守木人 聚临近一重 半年时间就从不入门 修炼到了聚临近一重 这速度真够快的 这小子获得了什么机缘呢 陈长老好奇地自言自语道 灵霄这时已经走到了事件时前 可他并没有拔剑 而是伸出了右手 这让其他人都有些疑惑 怎么 难道说 这人也想学沈师兄那般 直接催发剑气吗 知道了 明明聚临近一重修为 全力施展的话 进入外门前三十名 不成问题 可你要是自己做死 进不了前百 直接被淘汰 那就有意思了 然而 灵霄的下一个动作 却令所有人更猛圈了 他并没有激发剑意 也没有施展什么拳法 而是 轻轻摸向了事件时 什么情况 这人在搞什么东西呢 他测不测啊 不测赶紧下一个 还有很多人等着呢 当不少人开始吐槽的下一刻 灵霄身上 忽然爆发出了一股 冲天风瑞的气势 这股气势 似乎要扭曲虚空 撼动天阙 而灵霄则是闭上了眼 融进了这股强大力量之中 高台上的陈长老 已经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他双眼呆滞 嘴中尸声道 顿 顿悟 第十四章 剑体狂生 有人想截胡了 顿悟 这是修行者一生中 都梦寐以求的事情 顿悟能够让人打破智谷 瓶颈 也可能让人瞬间 领悟某些奥义 修为实力大增 悟性高的人 这辈子可能会有 好几次顿悟悟性低的人 穷其一生也出现不了 陈长老眼巴巴地盯着灵霄 既震惊又羡慕 他修炼了数十载 还没有顿悟过一次 而这个才修炼了半年的小鬼头 竟然顿悟了 其他外门弟子 也惊愕地看着灵霄 尤其是沈高和顾石 两人使劲握住了拳头 可恶啊 为什么他能顿悟 是因为是剑石吗 可这东西 他们接触了不下百次 虽然知道是剑石的不凡 但奈何 他们并没有参悟到 任何有用的东西 这人 是个强劲对手啊 两人对视一眼 皆从彼此眼中 看出了相同的神色 不过令两人庆幸的是 这人的修为 还好只有巨灵镜一重 这么低的境界 就算顿悟又怎么样 他根本不能悟出什么 然而 就在下一刻 整个外门广场的长剑 都开始颤抖起来 以灵霄为中心 无数剑气凭空出现在他身边 接着纵横整个广场 然后 一股惊世骇俗的气势 攀升高点 就连天穷的云层 好像都被什么东西 分成了两半 云海翻腾一道白光若隐若现 外门弟子们 看到这等天地异象 都惊呆了 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也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只有陈长老 原本就瞪大的眼珠子 现在都要惊得掉了出来 这是 剑意雏形 他竟然领悟了剑意雏形 陈长老真的完全傻了 巨灵镜一重 领悟剑意雏形 这是见鬼了吧 一些不明所以的外门弟子 似乎对方身上有某种吸引力 陈长老见状 就想要出声制止 顿悟这种事 最忌讳被人打扰 要是宗内高层 知道这小鬼的顿悟 被人打扰了 他也会受到牵连 但没等他开口 一道年迈的身影 就瞬间出现在了那小鬼面前 那是一个白发老头 陈长老见到来人 腰板赶紧挺直 眼中露出尊敬之色 见 见过木老 他恭敬喊道 外门弟子 见到这突然出现的人 都是一乐 嗯 这不是藏宫阁的看门老者吗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而且 陈长老竟然对他如此恭敬 难道说 这看守藏宫阁的老者身份 非同一般 要知道 陈长老可是外门首席长老 身份在剑魔宗 已经不低了 剑魔宗内能让陈长老 这样态度的人 也就是双手之术吧 被称呼为木老的老者 看了陈长老一眼后 就将所有目光 放在了面前的小鬼头身上 他眼中同样露出震惊 和不可思议的神情 接着 他对着天穷 结了一个复杂的法印 天地异象 一下子就消失不见 而那个灵霄 依然闭着眼睛 沉浸在某种感悟中 并没有受到影响 木老 这个弟子 以聚灵敬意重修为 便领悟了剑意雏形 看来咱们宗内 又要诞生一个天才了 陈长老来到了木老身旁 尊敬说道 天才 那你还真是小瞧这小家伙了 木老淡淡说道 陈长老听到这话 棱住了看来 木老比自己更加看好这名弟子 难道这小鬼身上 还有什么他没注意到的吗 陈长老又仔仔细细 将灵霄看了一遍 但并没有再发现什么 木老见陈长老疑惑的样子 微微笑了笑 并没有解释 但他看向还在顿物中 小家伙的眼神 则是越来越亮 老耿那个老不死的 眼光依然是那么敏锐 他都被这小家伙骗了过去 本以为只是个 拥有无名剑体的天才 可才短短三四个月 这小家伙就成长到了这种程度 距林静四重修为 此刻顿物凝聚的 也不是剑意雏形 而是真正的剑意 这种程度已然是 两成剑意 两成剑意代表着什么 那已经可以和玄丹静强者 坐而论到了 此等金氏悟性 他别说是剑 就连听都没有听过 这属于是 天骄即天才了 有了陈长老和木老出现后 其他人哪里还敢上前 所有人都等着灵霄感悟完成 大约过去两炷香时间 灵霄终于是张开了眼睛 他虽然是在顿物中 可周围情况他都是感知到了 这次的收获 比他想象中还要丰厚 他从是剑石内 吸取到了一股无主的惊人剑意 虽然自身修为境界 没有任何变化 但初步练化了那股剑意后 自己对剑道感悟更加深刻 属于自己的剑意 也大幅度提高了一大截 如果之后将是剑石剑意 全部练化 那效果还能再提升一些 可以说 吸收是剑石剑意前后的自己 战力都直接翻了一个倍 一块是剑石 就能让自己 有这么大的提升 如果再多几块 那岂不是能让他领悟出 一条完整的剑意大道 那是何等的威力呢 林霄心神震动 期待不已 同时 他也对是剑石上的这道剑痕 生出敬畏之心 一个能斩出这样痕迹的人 那在剑道上 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呢 这种人还存在吗 谢过陈长老 还有这位前辈 林霄对身旁的两人客气说道 这两人站在自己旁边 不让别人去打扰他 他道个谢也是理所当然 小家伙 你藏得倒是够深啊 木老深深看着林霄感叹道 前辈说笑了 在前辈面前 我恐怕都已经被看穿了吧 林霄笑着说道 在剑意提升后 他已经能勉强感觉出来 面前这藏宫阁的守门 老者修为实力 绝对是在玄丹镜网上 剑魔宗 一共才几个玄丹镜强者呢 这老者 肯定是身份超凡的存在 小家伙 拜我为事如何 老梗那边 我帮你去说 木老笑意连连说道 林霄猛了下 他没有想到 这老者直接就想拉他成为徒弟 旁边的陈长老 已经听傻了 木 木老竟然想要收徒了 死 这真是一个特大消息 不过木老口中 怎么提到了耿老呢 难道说 陈长老心中 生出一个荒诞的想法 难道说 这小鬼 已经是被耿老看上了 如果真是这样 那这消息就更夸张 更难以置信了 第十五章 对付你们 我连剑都不需要 陈长老一想到耿老 浑身都打了一个冷战 如果说 木老已经让他觉得高不可攀了 那耿老在剑魔宗 更相当于一个禁忌的存在 除了他和剑魔宗的几个高层外 没人知道 耿老代表着什么 想不到 这小鬼头 运气能如此洪福 罢了 小家伙你就别多想了 等参加完外门测试 我和你找那个老不死去 见林霄犹豫 木老也不想多难为他了 毕竟他也是一时兴奋 脱口而出 真先斩后奏 把这个小家伙给抢了 那老不死找他 拼命怎么办呢 好 林霄也是松了一口气 拜师这种事 在玄幻世界意义非凡 他都完全不了解对方 谈和拜师 木老点了下头 脚步迈了几步后 人就已经出现在了 广场高台上 成长老健壮 转头就对林霄 很是客气道 林霄 你可以继续测试了 林霄看向面前的事件时 他随手挥出一拳 打在了上面 一个树植浮现出 被他吸取了建议的事件时 依然可以工作 只不过仿佛丢失了灵魂 没有了那种锋芒利人的感觉 旁边的记录员 看见树植后 宣布了结果 410弟子 树植2000 下一个 这个树植已经非常不错 仅次于沈高和顾石 但造出那么大动静的灵霄 所有人都以为 他会再次一鸣惊人 没想到 只是2000的树植 才只有2000 我以为他能追上 沈师兄和顾师兄呢 你眼瞎呀 没看见人家 只是随便挥出一拳吗 他要是挥剑斩出剑气 说不定真能达到 两位师兄的地步呢 不会吧 他才聚灵进一重 两位师兄 都已经聚灵进六重了 是啊 虽然刚才动静很大 但他修为摆在这里 想追上两位师兄 还早着呢 不仅众弟子议论纷纷 沈高这时也走到了顾石身旁 笑着问道 此人感觉如何呢 顾石冷冷看了沈高一眼 回道 很强 他应该隐藏了修为 哎哟 石师弟也看出来了 我打听到 这人半年前 才进入梵天剑种当守牧人 半年时间成长到如此 那再给他半年 他必圆圆甩开你我了 沈高感叹道 守牧人 顾石面无表情的脸上 露出一抹惊讶 沈高说道 看来他拥有一种难得的体质 顾石眼底闪过几分羡慕 等他真正崛起 咱们见魔宗就要热闹了 沈高笑着说道 说不定他这次就能击败你 顾石冷笑了声说道 沈高 一个小时后 外门测试第一环节结束 沈高第一 顾石第二 灵霄第三 一共100名外门弟子 进入第二环节 第二环节是相互比试 根据前100名的排名进行分组 相互上台比试 最后掘出前10名 短暂时间进行分组后 第二环节就开始了 弟子们陆陆续续上台进行比试 每人都展示出了各自的全部实力 想在这比试上大放光彩 气氛渐渐涨到了高点 欢呼声连续不断 在第一环节排名前几的人中 灵霄是首个出场的 他的对手是一名练气静圆满的弟子 这弟子在第一环节排名时 走上比试台后 他脸色犯苦 有点想哭 自己运气怎么这么差呢 偏偏对上了最不想对的三个人之一 他宁可对阵顾师兄 也不想面对这神秘的新人 还请师兄多多指教 这弟子客气说道 在宗内 修为高者 就是师兄 请 灵霄淡然说道 他话刚说完 对面的弟子就已经挥剑冲了上来 这弟子想得很简单 战就速战速决 本来修为就不如对方 再犹犹豫豫 那败得就太难看了 刷 剑法施展而出 三道黄色剑气 从不同位置展向灵霄 这弟子全神贯注 一开始就出了自己的绝招 他紧紧盯着灵霄 想看看对方如何抵抗 从而展开下一道攻击 可灵霄没有想到的是 灵霄就那么平淡地看着自己 丝毫没有想到防守的意思 噗 下一刻 三道剑气就斩进了灵霄体内 那名弟子傻眼了 现场也惊呼声一片 谁都没有想到 灵霄竟然这么轻易就被击中 战斗中分神 你败了 一个淡淡的声音 忽然在那名弟子身后响起 那弟子猛然一惊 可没等他转身 他就感觉到一股距离传来 接着整个人被击飞出了鄙视台 灵霄收回了掌 漫步走下了台 怎么回事 我根本没看到他怎么出现的 他刚刚施展的 好像是疑形幻影 身法 不会吧 这残影也太逼真了 我都以为是真的呢 这速度 我碰上了 也同样反应不过来呢 这样的人 你告诉我是杂役弟子 众外门弟子 想到这就一阵无语 鄙视继续进行 很快就轮到了顾石师兄出场 他的对手 是排名第四的一名弟子 那名弟子自愧不如 直接认输了 能在顾石兄手上坚持三回合 他觉得已经很高兴了 在下一场是沈高出场 他就比较和善了 和另一名弟子你来我往 交手了十几回合后 才将别人击落下场 这样的君子气质 引得外门弟子欢呼不已 一轮比试下来 众人也都察觉到了 沈高 顾石和神秘的灵霄 这三人的实力远超同期弟子 他们很想知道 这三人放在一起 实力孰强孰弱 尤其是那个灵霄 在战了几场后 他根本连剑都没有拔过 光平速度和拳头 便让对方无法抵挡 这样的差距 令所有人都好奇起来 他究竟有多强 终于 在诱过了几场后 灵霄对上了顾石 所有外门弟子 都目光灼灼地盯了过来 两人上场 林师殿 多多请教 顾石冷淡说道 顾石兄也是 灵霄回了一句 外门看台上 小陈 你觉得谁会赢呢 沐老悠悠问道 沐老说笑了 虽然顾石实力不凡 但肯定不及领悟了 剑意雏形的灵霄 陈长老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那如果这小子不使用剑意呢 沐老笑着问道 啊 不使用剑意 陈长老微微一愣 继续道 如果那灵霄不动用剑意 在修为境界的差异下 他很难抵御顾石的几波攻击 毕竟顾石修炼的是烈火剑法 最擅长对付的 就是速度快的对手了 沐老笑而不语 他敢肯定 顾石在这小子手上 坚持不了三回合 第十六章 沐莹 我何须用剑 比试台上 两人打过招呼后 却都没有动手 灵霄再等对方先动 而顾石则是看着灵霄皱起了眉头 师弟 你依然不拔剑吗 顾石神情泛冷道 是的 灵霄在面对顾石时 双手依然空空如也 他背后一直背着一柄剑 这表示他也是剑修之人 可从头到尾 还没有人见过灵霄用过那柄剑 沐莹 我何须用剑 灵霄反问道 这话一出 顾石脸上的表情更冷一分 你比沈高还要令人讨厌 顾石冷哼一声 长剑出鞘 比试台上温度急剧上升 一股火浪宛如海潮般倾泻而来 将顾石席卷其中 狩猎 顾石回出一剑 火浪中奋出一道火蛇 速度奇快 狠狠咬向灵霄 超高温的火蛇 在空中的移动轨迹 似乎都发生了扭曲 灵霄见状 移形幻影身法展开 原地留下一道残影 但刚刚都管用的招数 这一下失效了 那火蛇仿佛长了眼睛一般 在灵霄移动的瞬间 就掉转 舌头追上了它 嗯 还能追踪吗 灵霄再次移动 比试台上留下一道道残影 就好像出现了好几个灵霄 一道 两道 三道 当三道残影出现后 火蛇已经丢失了目标 给我追上 顾石冷哼一声 再次回出几件 幻化出几条火蛇 而灵霄丝毫不慌 场内残影平线 七道 八道 九道 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反正台下的众弟子 是完全分不清楚 哪个是真的灵霄 他们之中并没有人修炼过 移行幻影 想要在藏宫阁 兑换到这种级别的身法 那都需要大功劳才能换到 真有那机会 换本顶级剑法 或者顶级功法不香吗 至于身法 修炼稍微差一点的 也是能接受 但现在看到 灵霄将这身法施展的出神入化 众弟子心中的想法 就变了靠 太强了 等他们有机会 也一定去兑换这 移行幻影 身法 所谓外行看热闹 那行看门道 看台上的陈长老 嘴巴已经合不上了 九 九道残影 这可是接近了 移行幻影的圆满境界 最主要的是 他自己修炼的身法 便是移行幻影 至今已经修炼了十载 可他也只是将其修炼 到了八道残影的地步 而且 每道残影 都不如对方施展的凝食 这 这 灵霄属妖孽的吧 他怎么可能修炼得如此之快呢 当初给他测试资质时 明明就是废柴资质啊 陈长老脸色难看 他感觉自己这十年 都修炼到了狗身上 不仅是他 就连他身旁的木老 眼中也闪着惊讶和奇光 半年不到 便将地级身法 修炼致尽圆满 这小子的悟性 恐怖至极啊 比试台上 顾石眉头紧皱 他已经将狩猎这招式 发挥到了极致 却依然连灵霄的衣角都碰不到 这速度太快了 感觉完全超出了聚灵镜的水平 不过对此 顾石也只是感觉有些麻烦罢了 他还是有办法克制灵霄的 鄙视规则之一 离台者则为书 既然这样 辽元 顾石大喝一声 手中长剑挥舞 一刹那 火浪席卷向了整个鄙视台 你能跑 你速度快 那他就将整个鄙视台全部覆盖住 让人无处可逃 果然 灵霄见状后 停下了身形 轰轰 火浪将灵霄吞噬其中 火蛇则是被顾石遣散消失 他只是为了赢 而非伤及性命 但下一刻 顾石面色一愣 他察觉到了不对劲 一声闷响后 那吞噬灵霄的全部火浪 被一股力量熄灭 再看灵霄 他整个人都处于一个绿色山印之中 那些火浪就是被这山印镇压了 这是爆山印 顾石一声道 人皆顶级炼体功法 他算是明白了 为什么灵霄的力量惊人 随手一拳就能在试剑石上打出两千的数值 原来是修炼了这门功法 而且怕是等级不低 可他不是一个剑修吗 剑修不好好修剑 为何要分心炼体呢 哈哈 这小子 有意思 木老盯着灵霄笑出了声 他自然是知道灵霄当初在藏功阁选了这两本功法武技 那时他根本没在意 炼体功法的修炼难度可要远高于铜阶身法和其他武技 可现在一见 他是真吃惊到了 这小子不仅将这把山印修炼成了 还已经修炼到了爆山印的第四层 每一层爆山印就能抵挡高自己一个小境界的攻击 那这小家伙的真实修为是巨灵镜四重 加上这把山印的防御效果 就是说 在巨灵镜圆满之下 无人能破掉他的防御 奇才 真是奇才 半年时间而已 修为达到巨灵镜四重 身法圆满 炼体功法小成 剑一两成 这四种成就 随便拿出一种都堪称天才那四种合一呢 木老嘴巴都合不拢了 这小家伙如果可以成长起来 那就是剑魔宗的希望 剑魔宗虽是大魏王朝内排名前十的存在 可处境并不好受 魔教终究是魔教 很多规矩和规则 与所谓正道之人截然相反 魔教更能体现出强者为尊 比试台上的顾石 见到灵霄身上的暴山印后 再次发动了树道火蛇 这次 灵霄就没有再进行躲闪了 他任凭火蛇窜息上身 砰砰砰 但只要近身的火蛇 都会被暴山印第一时间镇压熄灭 兴不起一点火星 我 说了 顾石极不甘心地陈生说道 他最不甘心的 不是破不了对方的防御 而是没能让对方出剑 承让 灵霄撤去了暴山印 淡然道 台下弟子见顾石认输 纷纷看向了灵霄 这次外门测试的黑马 比他们想象中 还要强大得多呢 两人一战后 比试继续 没几场之后 顾石又对上了沈高 没有意外的 在两人交战了十几回合后 顾石落败 主要也是他心态不稳 不然以他实力 不会败得这么快 又比试了几场后 外门测试 迎来了最后一场压轴比试 外门第一人沈高 对阵这次最大的黑马林霄 一场外门最强之战 备受瞩目 第十七章 你小子 赶紧随我见到老布死去 在所有人的期待中 林霄和沈高 踏上了比试台 沈高仍是一脸风度翩翩 自信十足的样子 这让底下的外门弟子们 都很振奋 大声为他加起了油 毕竟是公认的外门首席 他们还是希望沈师兄 可以拿下测试第一的 林霄看着对方的样子 露出一抹期待 他在建议提升后 也想找个人试试威力 但他不觉得 沈高有这个资格 林师弟 能否商量个事呢 沈高笑着说道 师兄请讲 林霄疑惑道 他没搞明白 这沈高想要做什么 我自知不敌师弟 所以这场鄙视我认输 沈高大大方方笑道 嗯 林霄愣了 其他外门弟子 直接猛逼了 为什么 沈师兄怎么会直接认输呢 虽然那个林霄很强 可连战都没战就认输了 这也太令人难受了 不远处的顾时 瞪着沈高 嘴角撇动道 这家伙 就挨出风头 沈高早就猜到了众人的反应 在看了林霄和顾时的比试后 他就知道了自己的结局 他也很无奈 最重要的是 他知道林霄感悟了 剑意 那可是玄丹靖强者的象征标配 虽然他是外门首席 可距离剑意这种境界 还相差了十万八千里都不止 他继续对林霄说道 但在认输前 能否让我感受下 林师弟的剑法境界 林霄听到这话 也大概懂了 看来对方是个明白人 可以 对了 我想问问沈师兄 练的是什么剑法呢 林霄问道 嗯 我妈 红光剑法 沈高回道 话音刚落 林霄身后长剑 自动出窍入手 瞬间 一股庞大的剑气 释放而出 犹如星河长卦 红光照日 天空的烈日 都感觉蜕壁三尺 那琢目的光芒和气息 瞬间将所有人眼睛照得刺痛 灿烂又犀利 待他们反应过来时 沈高已经被击飞出 比试台数十米远 看样子是受了轻伤 而台上的林霄 已经将长剑归翘 漫步走下了台 这 这 这也太强了吧 沈师兄根本没有一点反击之力 外门弟子中 没有人敢再多说一句 这一箭之威 换作是他们 别说挡下来 恐怕直接就是重伤 甚至生死 这时 沈高站起了身 他眼神中充满敬意和骇然 接着 他朝林霄行了一礼道 谢师弟指点 这话没有一点做作 真心实意 其他弟子再次一猛 好家伙 沈师兄不会被打傻了吧 被人击败 还要谢对方指点 顾师兄 沈师兄为什么要谢那个林霄呢 顾师身边的一位弟子询问道 你问我做甚 要问问沈高去 顾师冷脸离开 这个林霄太可怕了 他刚刚施展出的 就是弘光剑法中最为精髓的一招 没有修炼到弘光剑法大成 根本无法施展出来 至少沈高这个家伙 施展出来也达不到这种程度 闭关 他现在就要立刻去闭关修炼 亏他平时自诩见到天才 可跟林霄比起来 他什么都不算 就这样 今年的外门测试宣告结束 林霄第一 沈高第二 顾师第三 奖励也随之发了下去 林霄拿着陈长老 发给他的一瓶上品回员单 心情还是不错的 这瓶上品回员单 共有十颗 一颗市场价 就要200下品零食 一瓶就是2000下品零食 对于买了零件后 只剩下300多零食的林霄来说 价值着实不菲 一天两枚省着用 也能修炼五天了 小家伙 走吧 赶紧的 白胡子木老 已经等着急了 现在见测试结束 他抓起林霄的肩膀 两人就消失在了外门广场 而关于林霄的讨论 还在广场继续着 另一边 剑魔宗 赤炎峰 一名内门弟子 神情疲惫地 来到了一栋主阁楼前 是吴师兄 他已经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吧 想要成为师尊的真传弟子 太难了 这次他在失败 那便失去成为核心弟子的资格了 他太急了 如果他再晚一年 参加师尊的考验 那绝对可以通过 但现在没希望了 是啊 可惜了 连元首席都无法通过的师尊考验 一般人又如何能通过呢 听着周围人的闲言碎语 吴宗成表情没有变化 他走到主阁楼面前后 就跪在地上 朗声道师尊 弟子前来考验 附近赤炎峰的弟子 微微摇摇头 果然 吴师兄要用最后一次机会了 宗成 你确定吗 这次考验的是你的悟性 同时也考的是你得心性 一个威严的声音 从阁楼内传出 我确定 吴宗成肯定道 那一炷香时间后 你就开始吧 那个威严声音 稍显无奈道 是 吴宗成应道 其他弟子健壮 都是很疑惑 明明吴师兄上个月 还对烈火剑法没有头绪 这才几天就有突破了 不可能吧 烈火剑法 易懂难经 能感悟出圆满之境的人 整个剑魔宗都不见得有几个 这吴师兄 还是心性不稳啊 周围不少赤颜峰弟子文训 都纷纷赶来观看 吴宗成闭上眼睛 调整呼吸 脑海中不断呈现着前几天 在交易市场进室内 那个神秘师弟 为他展示的一幕幕 剑魔宗主峰有九座 每座之上 内门弟子有三千 而只要通过师尊考验 就能成为师尊的真传弟子 到时候 加以十日努力修炼 不出几年 说不定便能挑战内门精英榜 一个门派的资源 都是有限的 他不能照顾到所有弟子 在剑魔宗 大部分优质资源 机遇 机缘 都是先考虑内门精英榜的弟子 内门精英榜 又只有前百名 所以 每提升一名 可享受的门派资源 就多很多 相互竞争 才能逐出优劣 这不是残酷 这是现实 吴宗成使劲握了握剑柄 这最后一次机会 他必须通过 想要得到师尊真正的传承和青睐 他要拼了 师尊 我准备好了 吴宗成张开眼睛 沉声道 第十八章 这小家伙 我必须收他为徒 你开始吧 主阁楼内的声音响起 问 吴宗成常见出鞘 剑光似火 缠绕于身 烈火剑法开始掩饰起来 一朝一世 老练熟悉 剑气化火 托如灵蛇 可以啊 吴师兄的烈火剑法 比前几日更加精进了 但如果只是这样 还远远不够 想要达到师尊的要求 至少剑法大成 接近圆满才行吧 周围人刚议论起来 一名从主阁楼内 走出来的青年 就瞪了他们一眼 沉声道 在别人进行考核时 你等切勿私语 听到这人的训斥 所有人都点头应道 是 袁师兄 见他们安静了 袁师兄也看向了 正在施展烈火剑法的吴宗成 对方的实力 他再清楚不过了 平无是地的悟性 至少还需一年时间 才能领悟吧 嗯 这吴师弟施展的烈火剑法 好像有些不一样了 此时的吴宗成 脑海中一直想着 那天神秘师弟施展出的 惊天一剑 火 刚烈凶猛 勇往无前 这只是寻常境界火 亦可以 惺惺之火 燎原万里 燎原 吴宗成大喝一声 所有剑气刹那间 凝聚于剑尖之上 他体内的灵力 更是疯狂涌动 一股极其凝实的火势 瞬间爆发开来 浪潮汹涌 向四面八方荡去 啊 这是什么威力 不行 我躲不开了 完了 完了 这招我竟然感觉无法挡下来 围观的弟子们 脸色顿时大变 那原师兄 见其他师弟们 即将陷入了险境 就想出手化解 可真正感受到 袭身而来的火势威力后 他也是脸色变了 这一击很强 他能挡得住 那就来不及 去帮其他师弟们了 就在这时 一道红色的灵气巨长 从主阁楼内轰出 所有火势 瞬间被镇压 熄灭 那些弟子 依然还惊魂未定 他们真没有想到 吴师兄居然能爆发出 这样的势力 哈哈 为师现在宣布 从今天起 吴宗成就是本师的 真传弟子了 那个声音 充满欣慰和喜悦 已经摊坐在地上 完全脱离的 吴宗成费力地爬起身 然后恭敬行礼道 谢师尊认可 宗成定继续努力 他已经想好了 等恢复了气力 就立刻去打听 那神秘师弟的消息 他一定要当面 好好谢谢对方 没有对方的指点 他根本无法办到 另一边 被木老抓住肩膀的灵霄 飞翔在空中 周围场景在急速后退 他这才知道 玄丹静强者不仅能飞 速度还如此恐怖 就算他将如影随形身法 练到圆满 也是远远不及 而且 这木老肯定没有使出全力 几个呼吸后 梵天剑种到了 木老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右手拍出一个法觉 那隐藏的屏障就出现 并且自动打开了一个口 两人呼啸而入 梵天剑种 相当于剑魔宗的重地 寻常人等不得入内 就算有要事 也需在门口通报禀告 但看木老 这熟练无比的进入方式 林霄就知道 对方肯定是这里的常客 老不死的 别躲在剑阁里了 出来聊聊 木老带着林霄 站在了剑阁上方的半空中 对着下方喊道 很快 一个身影 就出现在了两人面前 正是耿老 对方无奈地看着木老 瞥见林霄也在时 眼中闪过一缕惊讶 你个老家伙 这次来 又要惹什么事啊 耿老无奈问道 我什么时候惹过事了 而且 这次来可是正是 木老笑着回道 正是 你且说说 耿老白了一眼对方 道 我想收这个小家伙为徒 木老认真说道 嗯 耿老惊疑了一声 显然没想到 对方会说出这话 他身形一动 就出现在了林霄身旁 并握住了林霄的 另一侧肩膀 下一刻 耿老眼睛瞪了瞪 露出震惊之色 剑 剑意两成 怎么会呢 上次剑你才刚刚凝成剑意啊 小家伙 你如何做到的 耿老真的惊讶了 上次林霄宁成剑意 他猜测 可能是某种机缘将至 巧合而已 剑意越往后 难度将不断叠加暴涨 出入剑意 到领悟剑意一成 就算是天才 不花个一两年时间 根本办不到 但面前这小家伙才几个月 不仅剑意境界突破 还直接达到了剑意二成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回耿老 我在外门测试时 摸了一下是剑石 然后心有所感 等回过神后 剑意境界就涨了 林霄老实说道 这是就算他不说 也很快就会传开的 是剑石 这 耿老沉默了 原来是是剑石 那东西 他也研究过不少时日 却根本没研究出什么名堂 看来这小子的悟性 比我想象中还要强呢 是个剑修的绝好苗子 耿老看向林霄的目光 越来越亮 越来越灼热 这让旁边的白发老头不乐意了 老不死的 你想干嘛 这小家伙 是我先看上的 你可不许抢啊 木老戒备地看着耿老说道 招呼也打过了 他现在就准备带着这小家伙 回去好好培养了 耿老放开了林霄 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轻声笑道 这小家伙我早就看上了 你觉得你带得走吗 木老脸色突变 你放屁 你要是早看上这小家伙 就已经请他入剑阁了 木老呵斥道 哼哼 耿老哼了一声 又问向了林霄道 小家伙 我可否说过 让你外门测试结束后 来剑阁找我 林霄感觉到了周围气氛陷入紧张 现在听到耿老的问话 他赶紧回道 是的 耿老的确说过 我本来也是想着 外门测试结束后 就回来去剑阁的 哈哈 还要谢谢老伙计 你把人送来了 辛苦了呀 耿老怪声安慰了木老一句 木老脸色已经变得很难看 好家伙 小丑竟然是我自己 早知道如此 在外门广场时 他就应该让这小家伙 直接拜师 先斩后奏 管这个老不死干嘛 木老感到后悔不已 他深吸了一口气 又重重叹了一口气 开口道 老不死的 你开个条件 怎么样 才能将这小家伙让给我 不管什么条件 我都可以接受 木老说这话时 认真严肃 落地有声 第十九章 二选一 不 我全都要 耿老本打算轰走这个家伙 可见到对方这态度 他眼中就疑惑了起来 两人每次见面 都是唇枪舌战 一副互不对付的样子 实际上 关系却是极好 彼此更是了解对方 木老鬼现在这态度 明显有些不对劲 凌霄这小家伙的优秀 他之前的确注意到了 可并没有到收图的地步 剑阁太过特殊 凌霄那时 还没有在他的考虑范围之中 他让凌霄外门测试后找他 也只是想指点一番 然而没想到 这次见面后 这小家伙 就给他带来了一个这么大的惊喜 你这老家伙 到底在打什么算盘 耿老陈生问道 他很疑惑 为什么这老家伙 非要收凌霄为图 小家伙悟性是不凡 还领悟了剑一两成 那也是更适合剑阁 穆老直接回话了 你让这小家伙继承剑阁 你觉得他能活到几岁 穆老反问道 耿老没有说话 他叹了口气 低声道 这等命运 不是你我能够决定的 穆老没有理他 而是转头对凌霄说道 小家伙 将你的暴山印施展出来 不用保留 嗯 耿老一愣 暴山印 难道这小家伙 去藏宫阁选了这门功法 这 凌霄感觉 这两个老者间的谈话 都是话中有话 他反正没听太明白 再听到穆老说 让他施展出暴山印 还不用保留时 他心中一阵唏嘘 果然 玄丹敬强者 就是玄丹敬强者 连这都被他看出来了 灵霄体内灵力一动 一层浅蓝色印记 将他笼罩其中 暴山印第六层 耿老又一次惊了 穆老也是愣了愣 他以为是第五层 没想到是第六层 这小家伙 还真会给自己藏一手啊 则则则 半年时间 六层 他真服气了 没错 灵霄在外门测试时 只展现出了暴山印第四层 而在这几个月时间里 他已经将暴山印 修炼到了第六层 留两层 是习惯 也是后手 一时间 穆老和耿老都沉默了 只是这两个老头的神情 截然相反 穆老是神采意义 更加激动和兴奋 耿老是愁眉苦脸 更加难办的样子 他终于明白 穆老头为什么说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也要收灵霄为徒 如果灵霄没有展现出暴山印 那他肯定不会放人的 可现在 要如何是好呢 两人的沉默 让灵霄感到一丝不安 什么意思啊 你两位别打雅弥啊 等了几分钟 还是没见他们开口说话 灵霄终于是忍不住问了出来 道 两位前辈 你们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穆老和耿老对视一眼 最后还是耿老开口了 小家伙 你的实力太弱了 有些东西告诉你 反而百哈尔无一例 如果有两个选择让你去选 一个选择是修炼最强的剑 但剑太过锋芒 而且会付出很大代价 甚至是自己的寿源 第二是修炼最强的盾 但每突破一个境界 都会比同阶困难百倍千倍 很有可能日后就卡在一个境界 终生无法进步 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选择呢 耿老怀着复杂的心情 说出了这番话 穆老难得没有打断 而且同样神情复杂 两位老者看向了灵霄 想知道灵霄的选择会是什么 这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 灵霄听到耿老的话 陷入了思索中 他大概猜到了一些东西 所谓最强的剑应该是指耿老 而最强的盾则是木老吧 他们是将选择权交给了自己 让自己从中选择 最强的剑和盾 如果是我的话 灵霄开口了 二老打起了精神 凑近了一步 是我的话 肯定剑和盾都选 一个人拥有最强的剑和最强的盾 好像并不冲突吧 二老听到灵霄的话 先是一愣 耿老忍不住摇了摇头 木老则是直接笑马出声 你个小家伙 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根本无法兼顾 贪心的下场就是平庸 我就直说好了 剑魔宗的先祖 曾经在某个遗迹中发现了两本功法 他们品阶不祥 但一定在天阶之上 这两门功法的修炼难度极高 寻常人别说修炼入门 就是尝试都尝试不了 我有幸能够修炼其中一门炼体功法 这门炼体功法修炼之后 在同阶里防御力是无敌的 就算越阶战斗 别人想伤我也不容易 但它的缺点非常明显 每高一个境界 修炼难度就递增数倍 每次突破 需要消耗的灵气 更是他人的十倍百倍 甚至千倍 听着功法介绍 是不是有些耳熟 暴山印 就是我借鉴 这门炼体功法 创出来的简易缩小版 木老说出了一个事实 言语中充满了无奈 灵霄棱住了 怪不得他修炼暴山印时 总觉得这功法有些不对劲 明明只有人皆顶级 却让他感到一丝深邃无比 那 那最强的剑呢 灵霄继续问道 最强的剑啊 木老看了一眼耿老 见对方没有想亲自解释的意思 他就继续解释了起来 这老布 老耿修炼的就是另一本功法 那是一门剑修功法 一般功法是吸收灵气进行修炼 而这门功法则是需要吞噬剑气近身 配合灵气和法觉进行修炼 越高的境界 对剑气的制和量要求也就越高 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 固然能得到远超同级的实力 但对自身造成的伤害和受缘 都是极其恐怖的 这么说吧 老耿在突破到伦海境一重之时 便能够斩杀寻常的玄丹镜修炼了 但你让他去大杀四方 他敢吗 他不敢 怕是没杀几人 自己就被功法反射而死了 不过别的不说 就因为有这老东西在 自从他踏入玄丹镜后 便无人赶来咱们剑魔宗惹事了 这种威慑里 还是令人羡慕的 这下你明白了吧 修炼其中一门 功法都是难上加难 别说两门了 灵霄听着木老的话 低下了头 一副思索的样子 但没有人看到他眼底 闪烁着一抹金光 吸收剑气修炼的功法 这 这简直就是专门为他量身定做的呀 再加上他的满极悟性 区区两门功法一起修炼 那又怎么样 耿老 木老 我想好了 我想同时修炼两门功法试试 还请成全 第二十章 两大天阶之上功法 到手 嘿 你这小子 怎么就那么倔呢 合着我说了大半天 都是讲废话呢 木老没好气道 耿老也是看不下去了 提醒道 小家伙将一门功法练到极致 胜过万法 你真拥有了最强的剑 无论什么盾在你面前都是无用 如同虚设 对对对 老耿说的没错 专精于意才是正解 你千万别想着分心 拥有最强的剑 呸 老家伙 你又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你试试能劈开我的盾吗 吹什么牛呢 木老听前半句还一脸赞同 可听到后半句就恼怒起来了 要不试试 耿老瞥了他一眼 身上涌现战意 我怕你啊 木老也是毫无惧色 灵霄 好家伙 这是玄幻版矛盾相争啊 呃 两位前辈 我觉得要不这样 灵霄赶紧出言劝了一句 两个老头这才停了下来 看着灵霄等待起下文 两位前辈将各自功法都告诉我 我都试试 最后 哪门功法修炼得更顺畅更快速 我就修炼哪门 这样如何 灵霄说了个折中的办法 两老头听完眼前一亮 思索一方后 就同意了灵霄这个办法 更重要的是 这两人还达成了一项比试 他们在剑魔宗斗了几十年 一直都是不分上下 不分胜负 而这一次 灵霄最后修炼的结果 就代表着两人的输赢 这让两个老头看着灵霄眼神都是一片炙热 恨不得让他原地立刻修炼 两柱相后 二老将各自的功法传授完毕 耿老修炼的功法为 天魁剑点 木老修炼的功法为 九幽阵魔印 灵霄坐在剑阁中的一个房间里 闭目细心感受着 他表面淡定 内心狂喜 这可是两门天阶之上的功法呀 虽然都不容易修炼 那也价值无限 要知道 整个剑魔宗就只有一本天阶下品功法 那还是专属宗主和宗少主才可以修炼的 而他现在直接拥有了两门天阶之上 这也算得上是大纪元了 灵霄对木老和耿老心怀感激 在确认将两门功法都记属于心后 灵霄并没有着急修炼 而是张开了眼睛 站了起来 他对木老和耿老真心地行了一个礼 感谢梁老的传授功法之恩 灵霄真诚道 一个月为期 希望你可以尽早修炼入门 耿老深深看了一眼灵霄说道 他们当初修炼这两门功法 都是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才入门成功 这小家伙悟性比他们高 说不定一个月内就可以绊倒 小子加油啊 我等着你到时候拜我为师呢 木老笑呵呵说道 耿老一甩手 一枚刻着梵天二字的令牌 飞进了灵霄手里 有着令牌 你可在梵天剑种内自由出入 外围和内部也可以随意同行 如果修炼上遇到什么问题 随时找我 耿老淡淡说道 谢耿老 灵霄赶紧应了一声 心情更好了 梵天剑种内可是拥有着无数剑气 就算没有修炼耿老的天窥见点 这令牌对他也大有用处 然后他将视线看向了木老 虽没说话 但那小眼神却已经在表达了某种意思 耿老都该好处了 您呢 还在等什么呢 木老被看得有些尴尬 不是他不想给 而是他一清二白 没什么可给的东西 小家伙 别看他了 他那破功法太耗费资源和零食 说他是剑魔宗最穷的老家伙 也不为过 耿老趁机嘲讽了一句 你 你 谁 谁说我没有可给的东西 小子 这戒条 你拿去找丹清风的老乔 能换三瓶藤原丹 说着 木老就丢过去一张灵纸 灵霄下意识就接了过来 他眨了眨眼睛 戒条 这 这木老看来是真的穷啊 堂堂一个玄丹镜强者 竟然拿不出什么东西 那 九幽镇魔印 到底有多消耗资源呢 灵霄产生了浓浓的好奇心 呵呵 难得看你大放一次 耿老瞥了他一眼说道 毕竟一个月之后 就是我徒弟了 对自己徒弟大放点 不是很正常吗 木老笑呵呵说道 你想多了 我才是 要谢谢你给我徒弟 弄了三瓶藤原丹 这可是好东西啊 耿老直接对了过去 没说两句话 这两个老头子又争了起来 灵霄跟他们打了一声招呼后 便急忙退了下去 看着手中的借条 灵霄决定 直接去丹清风一堂 将丹药兑换出来 藤原丹是 轮海镜和玄丹镜 才会使用的丹药 每颗藤原丹内 都蕴含着海量灵力 一颗夏品 藤原丹就价值500夏品零食 据灵静修为的人 是不敢服用 也服用不起 但木老跟他说过 如果他修炼 九幽阵魔印 则可以在修炼前 服用一枚藤原丹 一路即行 没走多久 灵霄脸色就变得怪异 在外门测试结束后 他的身份 就被晋升到了内门弟子 或者说 不仅是他 还有沈高和顾时 都被提到了内门弟子 现在 不仅外门弟子在讨论他 就连内门弟子这边 也在讨论他的事情 你们听说了吗 在外门测试上 出了一个天才 以巨灵静一重修 为领悟了剑翼雏形 吊打了所有人拿到第一 这也太恐怖了吧 剑翼雏形啊 那可是伦海镜后期的天才们 才能达到的程度吧 肯定是获得了某种机缘 产生了剑翼雏形 运气好罢了 这你也信 我才不相信聚灵静的人 能领悟剑翼雏形吗 听说 他在外门比试上 从头到尾都没有出过剑 我还听说 这个人觉得 内门精英榜上的人 也不过如此 遇到他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这也太狂妄了吧 真觉得自己拿了外门第一 就了不起 蜀目寸光 内门精英榜上的人 岂是他能想象的 灵霄 他是越听越诧异 自己说什么了 他从外门测试结束后 就被穆老带走了 现在才刚刚出来 三人成虎 果真无奈至极啊 半赏后 灵霄来到了丹青峰 丹青峰属于 剑魔宗内 最为特殊的一座主峰 掌管这里的长老 和封下弟子 都是以炼丹为主 同时 丹青峰也是最为富有的主峰 没有之一 喂 你等一下 丹青峰内不得随意进入 你是哪里的杂役弟子 来此所为何事 一个看守丹青峰的弟子 叫住了灵霄说道 我有事找乔长老 灵霄淡然说道 因为一直都没有闲下来 所以灵霄身上穿着的 还是那套守木人杂役服饰 找我们丰主 就你 那看守弟子 一脸看白痴的样子 一个杂役弟子 想找他们丰主 这简直就是滑稽可笑 就在这时候 一道倩影 忽然冲到了灵霄面前 一双美目直勾勾地盯着他 哇 终于 我终于找到你了 第21章 嘿 我的确有个小小需求 灵霄用疑惑的目光 看着面前的漂亮女人 蓝色衣裙飘动 身发轻盈 一双精致明眸 两排好尺 就这么亮盈盈地坠在脸庞上 整个人显得轻力秀雅 容色极美 年纪大约在20左右 自己认识这样的人吗 你 谁啊 灵霄一问道 旁边的守风弟子 见到这女人 急忙躬生行李道 见过陆师姐 行了 你下去吧 这人是我朋友 以后不得对他无礼 女人对守风弟子清冷道 是 陆师姐 守风弟子应了一声后 就赶紧退了下去 她心中很是惊讶 没想到陆师姐 居然认识这杂役弟子 而且 关系好像还不一般 待现场只有两人后 女人刚刚清冷的态度 已经完全消失了 她眼神火热地盯着灵霄 略带不满道 师弟 你上次救了 我就不告二别 我都还没好好谢谢你呢 听到这 灵霄才想起 面前的女人是谁 哦 是你啊 陆文远的妹妹 对吧 灵霄恍然道 上一次 这女人在妖兽森林被人追杀 她将其救了下来那时候 这女人披头散发 气质狼狈 没想到打扮一下 还挺好看的 我的名字叫陆明月 敢问师弟的名字是 陆明月见对方终于想起了她 无奈又介绍了下自己 并问起了师弟的名字 她这些天在内门 已经打听对方好多次 就是没有这位师弟的消息 明明这么强 怎么会没人知道呢 今天必须要问出名字才行 我叫灵霄 陆师姐是丹青峰的人吗 灵霄想起了现在要办的事情 有个熟人正好带路 是的 师弟想在丹青峰找什么人 直接跟我说就行 原来师弟叫灵霄啊 终于知道你名字了 灵霄 等等 灵霄 师弟 你该不会是这次外门测试上 脱颖而出的那个 狂妄嚣张的剑修天才灵霄吧 陆明月忽然想到了什么 瞪大眼睛问道 你口中的那个人 应该就是我了 灵霄怂怂间说道 真的 灵霄师弟 你太厉害了 如果是灵霄师弟的话 我觉得 内门精英榜上的那些人 肯定不是你对手 陆明月笑着说道 她可是亲眼所见 对方一剑就斩杀了一名 轮海竞强者 这样的实力 就算精英榜上 也只可能排在前面的几人才 能够做到吧 灵霄听到这师姐的吹捧 翻了一个白眼 她转移话提道 陆师姐 你认识丹青峰的乔长老吗 我找他有点事 嗯 那是我师尊 你找我师尊有事 陆明月对灵霄更加好奇了 通常来说 外门弟子和内门普通弟子 是接触不到他师尊的 的确有点事 还请陆师姐带路吧 灵霄说道 行 那你跟我来吧 陆明月没有犹豫 直接就硬了下来 两人一前一后 朝着风顶快速前行 一路上 凡是看见陆明月的人 不管修为多少 都是会客气地跟她打招呼 同时 他们也疑惑地看着灵霄 不明白这人是谁 这还是他们第一次见到 高冷陆师姐师妹 跟一个同龄异性走这么近 这两人一路上 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 灵霄也知道了 这陆师姐的身份 原来 她是丹青峰峰主乔长老的 真传弟子 修为不是最高的 但炼丹天赋十分强 更是在内门精英榜上 排名第96位 得知这信息后 灵霄眼神变得有些奇怪 这样的实力 就可以排到精英榜第96名 那精英榜 也不过如此了 陆明月似乎知道了 灵霄在想什么 于是解释了起来 灵霄师弟 内门精英榜上卧虎藏龙 大部分都是伦海境强者 像我这样的聚灵境 圆满修为 并没有几个 但以灵霄师弟的实力 必定可以成为榜上前列之人 陆明月还顺便举了几个强者实力 说了一下 师姐 那如何才能进入内门精英榜呢 灵霄问道 直接去挑战就行 但只能挑战 比自己高20名内的人 也就是说 灵霄师弟想入精英榜 可以去挑战 排名80至100名的人 挑战成功 就可以直接入榜了 陆明月将内门排行规则 说了一番 灵霄却显得兴致缺缺 灵霄师弟 进入了精英榜 不仅每月领取的资源 比寻常弟子多 有时宗门的一些特殊活动名额 也只有前几名才能享受到 我听说下个月 无极上古一季就要开启了 到时候 不仅咱们宗门会参与其中 还有大卫王朝的其他宗门 都会前往 陆明月说出了一个消息 无极上古一季 那是什么地方 灵霄吸收的记忆里 对这个地方并没有什么印象 那里可是一个充满机缘的地方 而且因为一些天地规则 只有玄丹镜以下的人 手持特定令牌才能进入 哦对了 外门测试用的那块是箭石 就是宗主在很久很久以前 从这遗迹里面夺到的 陆明月将自己知道的都说了出来 灵霄听到这 微微一震 她眼中光芒闪烁了起来 只要排名到前几就可以了吧 灵霄语气微微带着激动 嗯 对 是的 陆明月疑惑地看了灵霄一眼 怎么回事 刚刚还一副没精神的样子 怎么忽然就振奋了呢 真是奇怪 十几分钟后 两人来到了封顶的一处豪华阁楼中 师尊 这位就是上次救了徒儿的那个人 陆明月对着前方坐在炼丹炉旁的 一位灰发老者说道 弟子灵霄见过乔长老 灵霄很客气地打了个招呼 乔长老转过头看向了灵霄 眼中浮出几分惊讶之色 以聚灵镜四重修为 能够一剑斩杀一位伦海敬强者 实属天才无疑了 这样的年轻人 恐怕不久后就要再大放一彩了 他点了点头 说道 年轻人品性不错 救了我这弟子 你就是我丹清风尊贵的客人了 以后有任何炼丹需求 都可直接找我 只要你准备好材料 我就会亲自帮你炼制 陆明月听到师尊这么说 心中震惊不已 师尊这个承诺 分量太大了 要知道 除了剑魔宗的人外 方圆千里内 想找他师尊炼丹的强者 数之不尽 就算是玄丹镜强者 都有不少 可就算他们 开出再高的价格 帮不帮炼 那也要看师尊心情 林霄也自然明白 这承诺的确很不错了 想着手中的那张戒条 他开口道 乔长老 晚辈的确有个炼丹需求 第二十二章 炼丹师是极难培养的哦 乔长老和陆明月 听到林霄的话 微微一愣 这么快就有炼丹需求了 陆明月这事也明白了 林霄这次来丹清风 应该就是为了炼丹而来 就是不知道 林霄师弟 想要炼制什么丹药 如果只是聚灵径 修为使用的丹药 找他就完全可以了 你说吧 如果是寻常丹药 这次不用准备材料 我直接就可为你炼制 乔长老不以为然道 一个聚灵径小家伙 能需要炼制什么弹药 别说一次免费 就算是次次免费 他们丹清风 也不在乎这点损耗 晚辈想要炼制藤原丹 林霄说道 听到是藤原丹 对面的师徒二人 显得有些意外 却也没太过惊讶 聚灵径的人 一般服用回原丹就行 藤原丹基本上 是给轮海径的人使用的 也许这林霄 林霄是为了自己 以后准备的吧 炼制藤原丹的材料 相对珍贵一些 但也不过分 可以 那你在旁烧等下 我 乔长老正准备开始炼丹 却被林霄接下来的动作 给打断了 乔长老 晚辈这有一样东西 还需交付给您 林霄将那张戒条递了过去 嗯 乔长老有些疑惑 他右手轻轻一挥 那东西就飞到了他手上 而当他看清楚 手中之物后 乔长老整个人都猛住了 这 这东西怎么在你手里 乔长老面色变得很奇怪 既恼怒又无奈又郁闷 旁边的陆明月 见到这一幕 都惊呆了 他跟着师尊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看见 师尊师太的样子 林霄失地递过去的东西 究竟是什么呀 木老算是晚辈半个师尊 是木老让我拿着这东西过来 说能够兑换到三瓶藤原丹 林霄如实说道 木老传授给他了 九幽阵磨印 说是半个师尊也没毛病 呼呼 乔长老哼着粗气 脸色变了又变 最后神情复杂地看着林霄 自言自语了起来 那老家伙还真是不要脸 还一下子要三瓶 哼 罢了罢了 等以后再找那老家伙算账 乔长老似乎已经想好了 他右手一捏 一团火焰凭空出现 将戒条包裹燃烧成了灰烬 然后他走到了炼丹炉面前 打了一个法掘 炼丹炉轰隆一声 炉内火焰不断喷涌 整个房间温度急剧上升起来 接着 乔长老从手中的储物戒指中 取出了一样样炼丹材料 他准备立即开炼 灵霄站到了一旁 既然对方没让他出去 那就默许他在旁观看了 陆明月看着师尊拿出的一样样材料 起初还没什么 但当他看到几样特殊材料后 柳梅就微微醋了起来 木铃三真花 血骨莲 嗜血铃果 师尊炼制藤原丹 为何要用到这么珍贵的材料呢 陆明月一脸错了道 这三种材料 根本不在藤原丹的单方里 而且光这三种材料的价值 就已经远超三瓶藤原丹的价值了 师尊为什么这么做呢 陆明月满脸不解 炼制一般的藤原丹自然不需要 可炼制极品藤原丹 就必须要加入这三样材料 乔长老带着一丝怨气 解释到极品藤原丹 陆明月和林霄听到这话都惊了 丹药品阶通常分为 下品 中品 上品 极品 每个品阶之间 药效相差很多 而且是要三分毒 丹药服用多了 就会在体内存积杂质和毒素 品阶越好的丹药 副作用越小 对身体伤害越小 一颗下品藤原丹五百零食就能买到 但一颗上品藤原丹 就算是花两千零食也没人卖你 而极品藤原丹 那更是有价无市 一般人根本不会拿出来卖 师尊竟然要给林霄师弟炼制藤原丹 而且一炼就要炼三炉 这真是大手笔了 林霄同样惊到了 三瓶极品藤原丹 木老给的东西 比他想象中要重得多呢 在两人惊讶时 乔长老已经开炉炼丹了 一样样材料按照某种顺序丢入炉中 数个法应结出控制炉温 提炼材料精髓 融合 凝结 巨丹 整个过程行云流水 浑然天成 林霄看得出神 这是他第一次亲眼见到炼丹的过程 两个时辰后 在乔长老的控制下 丹炉盖被打开 一股沁人心脾的浓郁香气扑面而来 笼罩了整个房间 十枚丹丸悬浮在了半空 几缕红火还围绕在他们周围 其中四枚丹丸呈焦黑之色 剩余六枚则是晶莹剔透 精致无比 师尊 极品承丹六枚 您的炼丹水平又增长了呢 陆明月满眼崇敬地说道 藤原丹他也可以炼制 只不过以他的水平 最多就能炼制出下品藤原丹 乔长老欣慰地看了一眼出炉的丹药 他快速取出一个玉瓶 将其收了进去 看来今天气韵不错 我这就开始炼制第二炉 乔长老没有多说话 趁热打铁 他立刻就开始了第二炉藤原丹 师姐 乔长老的炼丹水平处于什么程度呢 林霄好奇问道 嘻嘻 我师尊可是七品炼丹师 整个大卫王朝 就只有三个七品炼丹师哦 陆明月小声说道 在这师姐的解释下 林霄大概也明白了炼丹师的一些概念 炼丹师的身份不管在哪里 都是十分尊贵 先是入品 然后是一品 二品 一直到九品最高 想要成为炼丹师 炼丹师就需要拥有炼丹天赋 这样的人 可以说万中无一 而炼丹入门极难 进阶更是难上加难 大卫王朝中 大大小小势力 加起来上千都不止 但七品炼丹师只有三人 六品炼丹师也没有过百 可见其稀缺程度 想要培养出一个高品炼丹师 所需要消耗的资源 那是连玄丹进强者都无法想象的 林霄暗暗点了下头 继续认真观看起乔长老炼丹 又是两个时辰过去 第二炼腾源丹出炉了 吉品承担直接达到了七枚 这让师徒两人都是一阵高兴 乔长老更是脸都笑开了花 如果能维持这样的吉品承担率 那等下次见到另外两个老家伙 就可以好好吹一波了 就在乔长老准备炼制第三炼腾源丹时 一个声音将其打断了 乔长老 晚辈有个不情之请 第二十三章 另辟蹊径 建议炼丹 乔长老疑惑地看向了林霄 不情之请 陆明月也是满脸不解 师尊马上就要炼制第三炼了 有什么事 等师尊炼好了再说 也不迟 炼丹这种事情 最忌讳被人打扰了 林霄师弟 现在可不是说话的时候呢 陆明月小声提醒道 没事 小家伙你说吧 有什么不情之请啊 乔长老脸色平常 并没有怪罪之意 林霄看了一眼炼丹炼 开口说道 乔长老 这第三炼 能否让我试一试 这话一出 房间内顿时寂静无声 师徒两人 都是一脸猛逼的样子 什么 这小家伙在说什么呢 林霄师弟在说什么呢 他想试试炼丹 还是用极品藤原丹的材料去试 他疯了吧 陆明月有些着急了 这林霄师弟 怎么突然说出 这种荒谬的话呢 炼制极品藤原丹 那必须要拥有 五品炼丹师的水平才可以 而且 就算是五品炼丹师 去炼制这炉丹药 能否成功出炉 一粒极品成丹 都是未知数 运气好且炼法熟练 那很可能会炼出 一枚极品丹药 运气不好 这一炉材料就废了 炼丹如同修炼 差之毫厘 六亿千里 轻则材料化为乌有 重则丹炉直接爆炸 乔长老拦下了 想替林霄说话的陆明月 转头看向林霄问道 小家伙 你学过炼丹吗 并没有 但我看了乔长老 宁炼了两炉后 心有所感 所以想亲手试试 林霄摇头说道 乔长老眼睛垂了下来 眉头微微皱起 陆明月有心想替林霄解释一番 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林霄师殿 你胡妥 炼丹绝非而喜 你怎么能在师尊面前 如此轻视炼丹呢 一旁的乔长老 深深地看了几眼林霄 他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如果眼前这小家伙 不是木老头派来的 就凭对方刚刚这番话 他就能给轰出去 但以木老头那个家伙的性子 怎么会无缘无故 让这小家伙来他这里取丹 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缘故 是他没有考虑到的 还是说另有深意 犹豫了片刻 乔长老说话了 那你试试吧 乔长老说着 就退后了几步 给林霄让出了炼丹的位置 炼丹最重要的有四点 材料 丹炉 火 手法 材料和丹炉是现成的 而炉内火焰 则需要炼丹者用 自身灵力去控制 他现在就想看看 这小家伙如何起火 行家看门道 只要看一眼 对方对火的把控程度 他便能心里有数了 林霄也不客气 走到了炼丹炉前 他是真心想试试看 因为他完全没有接触过炼丹 所以在刚刚看乔长老炼丹时 注意力都通过炼丹炉上的小孔 放在了炼内的变化上 炼丹在他的理解 不就是将材料中所需要的成分 一一提取 然后融合 炼化 最后凝成一颗丹药 这跟地球现代化制药原理 好像差不多啊 想到这些 林霄动了 他身后灵箭出窍入手 刷 星火燎原 近百道红色剑气 从长剑上迸射入炼丹内 瞬间 炼丹炉内 火势骤起 温度急剧上升 乔长老傻了 陆明月傻了 什么鬼 剑气起火 这也行 可这种火势粗狂爆裂 根本不能控制吧 林霄的第一步 便让师徒二人惊住了 而当事人林霄 神情已经格外专注了起来 他的眼里 只剩下了炼丹炉 根本没注意 那师徒二人的神情变化 待火势 长到一定程度后 林霄开始了下一步 他直接就将面前的所有材料 一股脑全部都扔进了炼丹炉内 林霄师弟 你 陆明月再次冷了 小家伙 你 乔长老同样如此 够了 这些材料可都价值不菲 糟蹋材料 是他最不喜的一种行为 他大手一抬 就要打断对方的胡闹 可就在这时 林霄再次对炼丹炉隔空 斩出了一剑 一股磅礴灵力的力量 猛然钻入了炼丹炉内 乔长老抬起的手 僵硬在了半空 剑翼 剑翼两成 卧槽 乔长老实声喊了出来 以聚灵径四重修为 领悟剑翼两成 他们剑魔宗 核实出了一个这样的剑修妖念 在失神了片刻后 乔长老也察觉到了炼丹炉内的一样 他展开神识 通过炼丹炉上的小孔 查看了一下 这一看 他眼珠子都差点瞪了出来 材料融合了 这才过去了几分钟 怎么就融合了呢 那提炼和萃取的步骤呢 材料中的杂志呢 乔长老就这么观察了 不知道多久 小家伙 你这炼丹手法 简直是天马行空 我还是第一次见 不过 想要靠这种方法 成功炼制出丹药 恐怕需要成百上千次尝试才行 乔长老感叹着 他并没有直接给予对方否定 身为七品炼丹师 他隐约能感觉到 灵霄独创的炼丹之法 的确有几分存在的道理 这可能是一种另辟蹊径的偏方 但可行与否 还需要通过大量的尝试才行 乔长老又劝了几句灵霄 针对炼丹有兴趣 他也可以指点指点 就在这时 炼丹炉猛地震了震 然后反应停止 炉中的火焰也随之熄灭 一缕云烟从炉顶缓缓慢出 第一次炼丹 失败了很正常 所以 嗯 乔长老话只说到了一半 就卡住了 因为他闻到了一股 极其熟悉的丹药香气 丹成了 他惊疑问向灵霄道 灵霄有些茫然 道 不清楚 反正该做的他都做了 但毕竟是第一次 他真是一点经验 也没有 也不知道 这种情况是成功了 还是失败了 那开炉吧 行 灵霄上前将炼丹炉打开 插那间 清新浓郁的丹香气味 充斥了整个房间 三人急忙探头看向了里面 只见十颗通透流离 宛如天生淋浴般的丹丸 静静躺在中间 天哪 世尊 这 这都是极品藤原丹 整整十枚 陆明月捂着小嘴 忍不住惊呼出声 第24章 遗弃耽误 大小狐狸的算盘 陆明月使劲捏了下自己的手臂 疼 真的疼 不是在做梦 灵霄师弟竟然一如 炼出了十颗极品藤原丹 这 怎么可能呢 完全没有一点道理啊 世尊 世尊 这是怎么回事呢 陆明月充满惊疑 问向自己世尊 可半天也没有得到回应 他回头一看 自家世尊 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 比自己还要夸张 竟然有人能达到 十成的承担率 为什么 为什么 我走的丹道 明明是正统之道 为何会如此呢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乔长老双眼失色 喃喃自语 身上玄丹静强者的气息 无意识地散发出来 这让灵霄和陆明月 都感到一阵压力 再看灵霄 他看到这师徒 两人失魂落魄的样子 才意识到 自己好像炫技过头了 满极物性家 现代制药原理的效果 比自己想象中还要好 他原本以为 能练出五颗 达到五成的承担率就可以了 没想到 这一练就是十成的承担率 可令灵霄有些疑惑的是 他这第一次练丹 其实还有很多细节和操作 可以再进行优化 那如果将这些小毛病 都改改 会怎么样呢 小家伙 你 你再跟我说一次 你真的是第一次练丹 乔长老紧紧盯着灵霄问道 是的乔长老 在此之前 我连练丹炉都没有摸过 灵霄实话实说道 乔长老盯了灵霄 整整一分钟 才收回了目光 以他玄丹尽强者感知力 能确定对方没有说谎 第一次练丹 天哪 第一次练丹 就甩了他这个七品练丹师十条节 这天底下 还有这样的妖念 是怪物吗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就算打死他 他也决绝不会相信的 灵霄小家伙 你可否再练制一次 乔长老又拿出了一批材料 语气谦和地说道 行 灵霄没有拒绝 经过一次尝试后 他总结出了一些自己的毛病 所以他也想再练一次 而且 自己可没有那些珍贵材料 现在有人白 拿出材料给他练手 何乐而不为呢 乔长老点头 再次给他让出了位置 然后还特意到门口 嘱咐了一句其他弟子 不要让任何人靠近打扰 灵霄稍微调整了下状态 手中长剑开始挥动 刷 星火燎原 上百道红色剑气涌入炼丹炉 新一轮炼丹开始 随着灵霄又一次将所有材料 全部扔进炼丹炉 乔长老的零食 已经死死跟了上去 他倒是要看看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见那些材料进入炼丹炉后 就被上百道红色剑气所笼罩 切割 再切割 再切割 再不知道切成多小的例子后 再被剑气吞噬其中 嗯 这就是提取和淬炼的方式 乔长老惊了 他能感觉到 这些剑气切割材料时 并不是漫无目的的乱窃 而是以一种有规律的特殊方式 丝毫没有伤及材料本源 死 乔长老心中震惊不已 控制百道剑气 进行如此精准的细微操作 光这一步 他就无法办到 别说是他了 就是任何一个炼丹师 恐怕也难以办到这一步 让他们控火可以 但让他们控剑气 还达到这样的地步 那简直无法想象 尤其是在林霄施展出剑意之后 乔长老更是惊得不行 剑意一出 那些躁动的剑气 瞬间乖巧老实 一道道剑气 开始分工合作 井然有序 融合 名单 聚单 承单 仅一个时尚后 林霄的新一轮炼丹出炉了 打开炼丹 扑面来的丹香 比上一炉更加浓郁 乔长老充满震撼和茫然的愣在原地 他不用去看 光用闻的就知道 这一炉必定又是实诚的承担率 可怕 这小家伙 着实可怕呀 哎 这是什么 师尊 这其中一颗藤原丹上 好像有些东西 陆明月再凑过去震惊之余 发出一声疑问 乔长老听到这话 才走近看了过去 只见其中一枚极品藤原丹表面 出现了一朵云雾 仅仅这一眼 乔长老就仿佛看见了鬼一样 满脸惊骇 乔长老再次失态了 他感觉 今天都要把这辈子的惊讶用光了 仪器丹雾 师尊 那是什么呢 陆明月好奇问道 丹药的品质可分为下品 中品 上品 极品 而在极品之上 亦有更高的层次 练出仪器丹雾 可使丹药效果在原本基础上再加两成 并去除所有副作用 乔长老盯着那运出丹雾的藤原丹 喃喃解释着 师尊 那仪器丹雾之上呢 是不是二器丹雾 陆明月眼睛闪亮亮 对这未知的知识点极为感兴趣 你这丫头 问这么多做什么 仪器丹雾 那都是只有八品炼丹师才能办到的事情 你现在知道多了 反而不好 乔长老没好气地瞪了自家徒儿眼道 八品炼丹师 陆明月感觉脑子猛猛的 整个大卫王朝也没八品炼丹师啊 接着 他盯住了林霄 那岂不是说 从某种程度讲 林霄师弟就达到了八品炼丹师 你叫林霄对吗 乔长老目光灼灼 眼神火热地看着林霄问道 嗯 对 是的 林霄被这目光看得不禁退了一步 你说我为真传弟子 如何 乔长老语出惊人 他没等林霄反应 继续说道 你先别着急拒绝 虽然你炼丹天赋 是我平生警戒 但炼丹的道路上 没有仙人带路 真的太艰难 可谓步步难行 炼丹不像修炼 它几乎都是一脉相承 必走自真 这也算是炼丹者的一种诟病 反正木老头那个家伙 也没收你为徒 在我丹青峰多的是 你只管炼丹 有什么疑惑 尽管问我 等什么时候决定了 再告诉我就行 如何 乔长老说的一本正经 眼底却闪过一丝脚狭之色 以退为进 只要能先将人留下 有的是时间 抢到这妖孽小子 林霄沉默了 他不得不承认 乔长老这番话 打动他了 最重要的是 修炼木老的九幽阵魔印 需要海量资源 如果住在这丹青峰 那岂不是 只希望到时候 乔长老不要赶他走就好 好的乔长老 我觉得您说的对 那我就先留在这里了 林霄赞同道 大小狐狸相识一笑 一切尽在不言中 第25章 胃口极大的九幽阵魔印 林霄小子 这些丹药你拿着吧 算是抵消了那张欠条的 乔长老将四瓶丹药 递给了林霄 其中两瓶 是他炼制的 一共13枚几品藤原丹 另外两瓶 一瓶是林霄炼制的 9枚几品藤原丹 一瓶是单独存放的 仪器丹物藤原丹 林霄接过丹药 心情很是不错 今天既成功了炼丹 又收获了这么多丹药 就是不知道 这些丹药够他修炼多久 对了 乔长老 我想问一个问题 林霄忽然想到了什么 开口问道 你说 乔长老硬道 我们刚刚那一炉材料 成本是多少 成丹几枚才算回本呢 林霄好奇问道 这个问题啊 炼制极品藤原丹的话 一炉材料炼出三枚成丹 就勉强保本 四枚则可以不亏 炼制其他丹药桶里 只要能炼制出四枚 基本上不会亏损 像你刚刚炼制出的那枚 仪器丹物藤原丹 一枚则可回本不亏 乔长老解释着 一想到刚刚的场景 他心情就错综复杂 炼丹炼了几十年 还不抵人家天赋一柄 果然不能和这种妖孽去比较 太伤人了 嗯 炼丹竟然这么赚钱 林霄冷了 那岂不是说 他刚刚炼的那一炉 就净赚了九枚极品藤原丹 如果再用掉三枚去买材料 还有六枚当库存 周而复始 循环反复 嘖嘖嘖 林霄巴搭了下嘴 仿佛看到了零石 嗖嗖嗖地钻进他口袋的画面 乔长老 陆明月 两人听到林霄的话 不约而同地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 小子 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一样 能够炼出时辰的承担率吗 通常炼丹师 炼制同级的丹药 能回本就已经很不错了 你让我炼制七品丹方 我一炉能炼出两枚 就是千兴万兴了 回本这种事 根本不敢去想 乔长老瞪着林霄 没好气说道 炼丹师在低品阶时 完全就是赔钱货 只有突破到五品炼丹师后 才算稍微崛起 可以说是前期复出 后期才能慢慢回收的一条道 在建模宗里 他是丹青丰丰主 也是唯一的七品炼丹师 丹青丰有弟子三千之数 可拥有炼丹天赋的人 只有不到五百 其中 他做下的六品炼丹师有三位 五品炼丹师不到三十位 其余都是正在成长的赔钱货 不提也罢 可见炼丹这条路有多难走 嗨嗨 原来是这样 林霄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炼丹师比他想的还要难不少 对了 乔长老 藤圆丹属于几品丹方吗 林霄问道 五品 怎么 乔长老说道 五品 五品丹方让乔长老 这个七品炼丹师亲自炼制 也只有六成 七成的承担率 林霄微微点了下头 那乔长老炼制六品丹方 一般可以保证几成的承担率呢 林霄又问出了一个问题 六品丹方的话 三成吧 乔长老在林霄面前 可不敢说大话 万一这小子 让他当场练一炉 自己没达到三成 那岂不是丢老脸了 乔长老 我想到了一种合作方式 你们出六品丹方和材料 我来帮忙练制 出炉后 我给你们保底五枚承担 剩余归我自己 如果运气好 能练出两枚仪器丹物级别的 那就一人一枚 林霄说出了自己的小算盘 陆明月使劲眨了眨眼睛 心中惊恶 林霄失地 真是什么都敢说 就在他准备赶紧劝一句时 师尊已经开口了 行 就这么说定了 你等着 我现在就去准备一下 乔长老说完这句话 就火急火燎地冲了出去 完全不给两人开口的机会 乔长老现在心情是相当好 这小子看来有点飘了 连这种承诺都敢说出来 毕竟是新手 根本不知道 六品丹药的炼制难度 可比五品丹药强太多 等着小家伙到时候失败几次 欠下他巨额材料和丹药 想反悔也来不及了 就算木老头过来要人 依那穷鬼的财力 也无法将林霄小子赎出去 嘿嘿 他真是太机智了 在乔长老走后 陆明月才担忧地开口道 林霄失地 你好像进我师尊的圈套里了 要不 你赶紧走吧 怎么说 林霄都是他的救命恩人 他总觉得 自家师尊看人家的眼神不太对 无妨 我心里有数 对了师姐 这里有近视吗 我想修炼一下 林霄问道 这 好吧 近视有的 我带你去 见林霄失地没想走的意思 陆明月也不劝了 很快 林霄就被陆明月 带到了楼下的一间近视 关上门 林霄就取出了一瓶上品回原单 这是外门测试的奖励 现在他身上单要充足 那就先将九幽阵魔印修炼了再说 林霄取出一枚上品回原单 张嘴服下 刹那间 回原单化作一股精纯的力量 在他的操控下 聚在了胸腔位置 九幽阵魔印功法开始运转 这股精纯的力量 按照某种路线 滋养着各条经络之间 但仅仅运行了一周天 也就过去了几分钟 林霄就停了下来 他脸色极其怪异 没了 丹药效果没了 卧槽 这特么 这可是上品回原单啊 就只够九幽阵魔印运转一周天 林霄有些梦了 他算是明白 穆老说这功法不好修炼 越练越穷的意思了 不管了 先修炼了再说 林霄一仰头 将剩余九眉上品回原单 都倒进了嘴里 咔咔 九眉丹药 化作一股强大无比的精纯力量 冲击在了林霄体内 他感觉自己的经络 传来了隐隐隐痛感 这要是放在普通修士身上 怕已经被撞出几个洞了 还好他之前将暴山印修炼到了第六层 根基已经打得非常稳固 任凭这股强大的力量如何乱撞 最多就是带点疼痛感罢了 林霄咬着牙继续修炼起 九幽阵魔印 回原单用完了 就用极品藤原单 不将单要用完 林霄没有打分出来 就这样 一连三天过去 进室外 乔长老都快等不及了 他已经将剑魔宗所有的六品单方和材料 都找了过来 完就完一把大的 这一拨下来 他一定要让这小家伙求着拜他为师 让那木老头舔着脸 把这些年的错都认下来 第二十六章 要抑郁了 这谁养得起呢 丹青峰某个进室内 林霄已经坐在原地整整三天 全程除了塞药这个动作外 可以说一动不动 下一刻 一道淡淡的魔印浮在了林霄身后 他双目刹那间睁开 深橙色神光一闪而过 身体表面也出现一丝光韵微微笼罩 这也太离谱了 才修炼到了第二层 有没有搞错呢 林霄满脸苦涩 郁闷到头了 在这三天里 他已经将丹药用尽了 丹没上品回原丹 只能坚持几分钟 几品藤原丹 可以坚持一小时 而仪器耽误藤原丹 还是给力的 能坚持小半天 这种令人恐怖的消耗速度 让林霄在第一天时 就已经把所有丹药消耗一空 到此 九幽阵魔印 才修炼到了第一层后期 这样的结果 林霄实属猛逼 和不敢相信 这什么恶心功法 才第一层 就这般大胃口 那第二层 第三层 和接下来的几层 该如何是好呢 用完了丹药 林霄又不甘心 这样结束修炼 这时他灵光一闪 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一咬牙 一跺脚 林霄直接就散去 修炼到六层的爆山印 在散工的瞬间 他全力运转起九幽阵魔印 他想试试看 九幽阵魔印 能否将爆山印 散去的精髓吸收掉 答案是肯定的 爆山印 本就出自于九幽阵魔印 两者是殊途同归 在九幽阵魔印 开始运转后 所有爆山印的精华 没有一点阻碍的 全部被吸收完毕 没有一点点损失 这吸收效果 比林霄预想的 要好太多了 然而 林霄本以为 九幽阵魔印 吸收了爆山印后 一定能境界连连突破 冲击到第三境界 或者第四境界 好歹爆山印 他也修炼了几个月 这点面子 总要给吧 而事实又狠狠打了林霄的脸 将爆山印精华 全部吸收炼化后 九幽阵魔印地 的确是突破了 可只是从第一层 突破到了第二层中期 然后 就没然后了 卧槽 这是哪来的巨坑货呀 还我爆山印来 林霄当时第一时间 就吼了出来 怪不得穆老一副 穷酸酸的样子 这样的胃口 谁养得起呢 林霄无奈摇了摇头 甩开心中杂念 既然开始修炼了 那他就没有打算过放弃 不就是能吃吗 那他就想尽办法 喂便是 咔嚓咔嚓 林霄站起了身子 全身骨骼 都是霹里啪啦一阵响 这让林霄满脸诧异 夸张了吧 不就是坐了三天没动 又不是散架 搞这么大声想干嘛呢 但很快 林霄就察觉到了 自身力量 好像暴增了一大截 有一种筋骨充盈 气血炸裂的感觉 看着面前近视的墙壁 他甚至都有种 想要一拳轰过去的冲动 这感觉 还真是奇特呢 反正修炼爆山印时 没有出现过这种感觉 推开了近视的门 陆明月和乔长老 早已等待多时了 你小子总犯出来了 再不出来 我都打算冲进去看看 你是不是出事了呢 乔长老开了句玩笑 以他玄丹靖修为 临时一动就能知道 里面人是生是死 根本无需进入 这是玄丹靖强者 都拥有的一项本事 让乔长老担忧了 林霄客气说道 林霄师弟 你是不是突破了 陆明月看林霄的目光 带着疑惑 明明林霄师弟身上的 灵气波动没有变化 可他却感觉 对方好像有种 脱胎换骨般的错觉 嗯 乔长老这才将注意力 放在了林霄小子身上 这感觉 怎么那么熟悉呢 就 就好像木老头 那个家伙一样 等等 该不会 林霄小子 你不要告诉我 你修炼了九幽 嘿嘿 木老头那个家伙 传你的功法 乔长老说到一半 才感觉有些不妥 急忙改口说道 乔长老目光如炬 晚辈的确修炼了那功法 林霄回道 对方既然没说出 那功法的名字 想必是有所顾忌 那就不要说出来了 该死的 木死鬼那不是在祸害人吗 这种垃圾功法 他一个人受罪就好了 怎么能拉你 这样的炼丹天才下水呢 太可恶了 林霄小子 我劝你还是早点放弃吧 乔长老显得气愤无比 陆明月站在一边 完全没搞懂情况 师尊和林霄师弟 在说什么呢 这里就他们三个 师尊说话还遮遮掩掩 看来是涉及到了一些隐秘 陆明月想到这 就算心中有强烈好奇 也是闭上了嘴巴 这时最好当个哑巴 谢乔长老关心 晚辈明白的 林霄敷衍了一句 你明白个 算了 下次我去找木老头那个家伙一趟 走走走 我们先炼丹去 其他的稍后再说 乔长老直接拉起 林霄就前往了炼丹房 观看了上一次林霄小子的炼丹后 他心有所感 对炼丹又有了许多想法 这一次 他一定要看得够 如果能从中寻到一些突破 那林霄小子 就是他的贵人了 一老一少 兴致勃勃地进入了炼丹房 而陆明月则是被赶了出来 臭丫头 你进来干嘛 林霄小子这种炼丹方式 你这丫头不适合看 看多了 容易误入歧途 把你那四品进化 单多炼制几次 等出来时 我会检查的 乔长老对陆明月说刀一番 并给出任务后 就关上了大门 陆明月 为什么她有种被抛弃的感觉呢 这就是喜新厌旧吗 前两天还乖徒弟乖徒弟 这就变成臭丫头了 呜呜 难受 不就是炼丹吗 炼就炼 陆明月愤愤离开 就这样 一连过去了半个月 这半个月间 除了乔长老脸色怪异的出来几次 又火急火燎的回去后 并没有见到林霄的影子 另一边 见魔宗的藏宫阁 一个白发老头子 脸色阴沉如水 一缕缕可怕的气息 从他身上荡漾而出 该死的老家伙 说好的徒弟 一人叫半个月 这都过去快二十天了 他的宝贝徒弟呢 人呐 我就知道 这老不死的不守规矩 哼 白发老头子冷哼一声 身形一动 整个人消失在了藏宫阁门口 速度之快 根本没有人能看清楚 他的身形速度 第二十七章 他再不走 我丹青风就没法过了 梵天剑种外 一道人影 由远至近飞了过来 速度极快 在即将到达时 这人影打出一道法掘 屏障自动为其打开 耿老头 出来 一声低吓 响彻整栋剑阁 一时间 众多弟子都是抬头看了过去 这谁啊 竟然敢在梵天剑种内大喊大叫 真不要命了 但当他们看到 来人是漂浮在半空中后 所有人都急忙闭上了嘴 低下了头 玄丹静强者 这谁惹得起啊 而且 对方这大大方方的出现在这里 大概率就是 宗内高层这人 不是还喊了一句耿老头吗 现在看来 喊的就是他们阁主了 众人刚一眨眼 另一道身影 就从剑阁内冲到了半空中 是他们阁主 只不过 平时面无表情的阁主 今日脸色出现了一丝韵怒 木老家伙 我正打算找你呢 没想到你自己过来了 耿老瞪着木老愤愤说道 找我 你找我干嘛 行了 我徒弟呢 说好一人待半个月 这都要二十天了 你真就不守信用是不是 木老怒发冲冠 冷喝质问道 这一问 直接就把耿老问梦了 放屁 你竟然还恶人先告状 林霄那小家伙 都跟了你二十天了 你还贼喊抓贼 你讨打是不是 耿老也怒了 本来他就因为迟迟未见 林霄小家伙 心情不好了 这老东西 还赶过来火上浇油 真是气杀他了 两人气势不断对撞 下方的众人遭了殃 他们感觉自己处在 狂风雷暴中 一个不小心 可能就会被雷电 卷入进去 嗯 哎 林霄那小子 不在你那里 林霄那小家伙 不在你那里 两个老头子 不约而同 说出了一模一样的话 他们愣了愣 眉头紧紧锁住 刚刚一触即发的气氛 瞬间消散 两人相处了快百年 彼此脾气 那是门门清 什么事情能开玩笑 什么事情不可以 他们自然是清楚 所以 在两人都发火喊了一句后 他们便意识到了 事情的不对劲 那天传授完功法后 我以为林霄小子 先待在你这里半个月 然后再去我那边呢 结果快二十天 没见到这小子 我就急了过来要人了 穆老很是认真解释道 这 林霄小家伙 的确不在梵天剑中呢 我以为他去你那边了 耿老也解释道 穆老 耿老 那林霄人呢 这是两人心中 共同的疑问 别人他们懒得管 可这林霄小子 绝对不能出事啊 你等着 我去问一下 耿老说完 直接就飞回了剑阁 十几分钟后 耿老飞了回来 脸色阴沉 有人说 半个多月前 看到林霄去了丹青峰 然后就一直没有出来 耿老一字字挤出牙缝道 丹青峰 是我那张戒条 靠 这林霄子 该不会被乔老鬼给扣下了吧 穆老瞪直了眼睛说道 他一下就明白了过来 肯定是林霄小子 拿着他给的那张戒条 去找乔老鬼兑换丹药了 可为什么乔老鬼 要扣下林霄呢 难道说 林霄这小家伙 炼体天赋极高 剑修天赋极高 多个炼丹天赋极高 有什么奇怪的 耿老沉声道 气死我了 这乔老鬼 是想要欲棒相争渔翁得利啊 不行 我现在就去找他去 穆老转身就要离开 一起 耿老说完 人已经窜了出去 魔宗的长老们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平日里很难兑换到的高级丹药 最近突然不缺货了 只要拥有足够多的贡献点 想什么时候兑换 想兑换多少都有货 而且 他们还发现 这兑换过来的高级丹药橙色 比之前的还要高上一分 难道乔长老的炼丹水平又有突破了 除了这一个奇怪的地方 还有宗门内的任务大厅中 寻找灵草灵果 和其他天才地宝的任务多了很多 报酬也提高了三成 这样的变化 让弟子和长老们都是欣喜不已 如果能一直坚持下去就好了 另一边 耿老和木老已经飞到了丹青峰上 为了不产生误会 他们没有第一时间发飙 而是展开灵石寻找灵霄的气息 很快 他们就发现了 灵霄大概位置是在封顶的主阁里 好家伙 这下子 人正俱在 瞧老鬼 看你怎么解释 可还没等两人现身发飙 一阵阵哀嚎就从主阁中传了出来 灵霄小友 你走吧 我这丹青峰真的容不下你 这尊大佬 别动 别动那些材料 那是我们留着作风内竞赛用的 那些也不行 灵霄小友 你就放过我吧 高级材料哪有那么好收集的 需要时间 时间啊 我答应你 只要收集过来了 我第一时间给你送过去 求你别祸害我那些弟子了 木老和耿老你看我 我看你 眼神极为怪异 什么情况 这乔老鬼 怎么好像是在赶人呢 发生什么了吗 疑惑间 两人也落到了主阁前 乔长老第一时间就察觉到了他们的到来 木 老 鬼 快把你家弟子拉走啊 他再不走 我丹青峰就没法过了 乔长老可怜巴巴地飞了出来 而当他看到木老头身边的耿老时 整个人都是一愣 老耿 你怎么出山了 乔长老差一问道 这老耿 几乎一直都待在剑阁里 一年都见不到一次 今儿是刮了什么疯呢 耿老头也算是灵霄小子半个师尊 你说他来干嘛 木老冷呵呵说道 什么 乔长老惊了 不过一想到凌霄施展出的建议两成 他又理解了 也对 这样的妖孽 必定引起了老耿的注意 我弟子呢 耿老咒没问道 里面 就在里面 你们来得正好 赶紧拉走 现在 立刻 乔长老催促道 他常常舒了一口气 总算来救兵了 就算这两人不来 他都准备喊人将木老头叫过来了 我家的弟子 在里面干嘛呢 木老疑惑问道 当然是炼丹 看来 你们不知道啊 凌霄小友着 乔长老刚要和两人进行解释 忽然 整栋主阁都震动了一下 乔长老猛了猛 接着脸色大变 卧槽 这小子该不会 他惊声道 第二十八掌 这都失败两炉了 你还想要什么品质 乔长老来不及解释 身形展开 就窜回了主阁 木老和耿老健壮 也急忙跟了上去 待三人来到炼丹房时 就被眼前的一幕惊住了 炼丹房内温度非常高 火焰伴随着蒸汽 不断从炼丹炉的小孔中喷涌而出 灵霄站在炉前努力地控制着 大颗大颗的汗滴被蒸发 而炼丹炉内当当作响 时不时还大幅度震动几下 引得整个房间都开始震动 瞧老鬼 这是在炼丹 木老瞪大了眼睛 他可是见过不少炼丹宗师炼丹的 可像灵霄小子这样的炼丹动静 他还是第一次见 耿老眼中同样闪过疑惑 这真的能炼出丹药 你少装目作样了 你家弟子 你难道不清楚 哎 等一下 我的那一堆叶灵叶呢 还有放在这里的寒心果 卧槽 灵霄小子 你该不会把他们全部都炼了吧 乔长老哀嚎了起来 整个人犹如雷劈 稍等片刻 马上承担了 灵霄全力控制着炼丹炉 神情极其专注 就连木老和耿老来了 他也没有发现 听到灵霄这么说 乔长老既心疼自己那些材料 又无可奈何 又紧紧盯着炼丹炉充满期待 复杂又矛盾的情绪让他极为难受 不是他不想将材料收起来 而是储物戒指都装满了 依然还有太多东西装不下 承担 乔老鬼 你倒是说说 灵霄小子这是在练什么丹呢 怎么这么大动静啊 木老感到十分疑惑 乔长老白了一眼木老头 挤出了几个字 七品丹方 听到这话 耿老和木老都是一愣 七品丹方 灵霄在练七品丹药 这不是扯毒子吗 乔老鬼 你骗谁呢 七品丹方就算你自己上 承担代率都是五五开 我家这弟子 根本没接触过练丹 怎么可能呢 木老是一脸不相信 乔长老奇怪地盯了一眼木老头 见对方真不知道 灵霄小子的神奇之处 心中更惊讶了 这灵霄小子 究竟是哪里冒出来的 这本事藏得够深啊 两次 灵霄小子已经失败了两次 这是他第三次 尝试练制七品丹方了 而且 我还告诉你 他已经快将我单清风的药材 灵草 天才地宝都练光了 乔长老愤愤说道 木老和耿老完全猛了 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木老头你安静点 关键时刻了 乔长老呵斥了一声 就目不转睛地盯向了炼丹炉 喷喷 吃 炼丹炉在又一次剧烈震动后 渐渐稳定了下来 然后没了动静 接着 炉内火焰被全部撤去 灵霄常常呼出了一口气 感觉全身都跟散架了一样 七品丹方 难度真的就完全不一样了 太难了 以他现在的修为境界 真是太勉强 如果能达到轮海进修为 必定会轻松很多 也不可能连续失败两次修为 等这次之后 一定要好好提升修为去 嗯 木老 耿老 你们怎么来了 灵霄这才惊讶地发现 二老就站在了他旁边 能不来吗 再不来 我和耿老头约定的期限就要到了 木老一脸不满意到 灵霄小友 你真是会糟蹋 我这几样材料 都是好不容易得到的 我都说了 七品丹方对你来说还早还早 你何必呢 等你什么时候修炼到轮海进后期 再去尝试也不急 现在真的 乔长老欲哭无泪 又失败了 七品丹方的材料 那可都是极其珍贵的天才地宝 价值连成 非常难寻呢 乔老 这次成了 灵霄露出微笑道 哎 下次这些材料让我怎么 嗯 你说什么 成了 成什么了 乔长老话说到一半 忽然反应了过来 他只感觉头皮炸裂 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 玄冥破镜丹 应该是成了 至少成了一枚 灵霄欣喜道 虽然炼丹炉并没有打开 可这半个月 他炼了成百上千次 这点感觉还是有的 乔长老待在了原地 这种从魔狱到先进的落差感 太刺激人了 而旁边的木老和耿老 听到那丹药名称后 脸上的震惊程度 不比乔老鬼少半分 七品丹药 玄冥破镜丹 不会吧 不会吧 灵小子刚刚炼制的 竟然是这丹药 还说炼成了 灵霄可没去看 三个老头震惊的样子 他已经小心翼翼地 打开了炼丹炉 心中同样是万分期待 因为失败了两次 如果第三次 还按部就班放入材料的话 大概率依然是失败 所以 在第三次炼制时 他就按照心中的感觉 胡乱加入了一堆 要里要里相同的材料 准备不成功变成人 没想到 这一次碰运气 运气就站在了他这边 总算是成丹了 但品质如何 效果怎样 他就不能确定了 还是修为欠缺啊 丹炉开 一道淡紫色光芒照视而出 接着 一股引人垂涎的浓郁丹香 弥漫整个房间 三老头急忙朝里面看了过去 他们隐隐约约 见到了两枚晶莹剔透的丹药 躺在了丹炉中央 两枚 真成了 而且还成了两枚 这可是玄冥破镜丹啊 三人惊呼出声 这可是能够助人 突破到玄丹镜的顶级丹药 太多太多人梦寐以求了 但这丹药的炼制难度 却是七品丹方中 最难添花板 一般的七品炼丹师 谁敢说自己一炉 肯定能炼出一枚呢 没人敢 修炼之路上 一步一门砍 每突破一个境界 就需要打破一层智骨 而从伦海境圆满 到玄丹镜这一小步 则是所有修炼者们的噩梦 这是一个巨大的瓶颈 古往今来 有数不尽的天骄天才妖孽 都卡在了这一步 郁郁无果 至此都打破不了那瓶颈 想打破这个巨大瓶颈 需要运气 悟性 机缘等等 而玄冥破境丹 就是可以增加 打破这层瓶颈几率 让修炼者 晋升玄丹镜的绝佳丹药 下品玄冥破境丹 可以增加一成几率 中品 可以增加二成 上品 可以增加三成 而极品玄冥破境丹 就无人知晓了 因为几乎没有人见过 极品玄冥破境丹 这种级别的丹药 也不会有人拿出来 瞧老头 你赶紧看看 林霄小子练出的是什么品质啊 木老赶紧问道 这都第三炉才成功 你还想练出什么品质呢 耿老白了一眼对方 然而 乔长老却没有回答 因为他眼珠子已经掉了下来 那惊恶的大眼神 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一 一 仪器丹雾 第二十九章 这徒弟 我老木收定了 仪器丹雾这四个字一出 木老头和耿老头 也加入了失魂行列 极品玄冥破境丹 他们就算没见过 也听过一耳朵 但是这仪器丹雾级别的 玄冥破境丹 那真就是听都没有听过 属于传说中的级别了 林霄这小子 竟然将这东西练出来了 这还是人吗 瞧 瞧老鬼 这种级别的丹雾 一枚价值多少 木老咽了咽口水问道 乔长老同样咽了咽口水 惊骇道 无法估计 但就算将这三炉材料 全部加起来 也远远买不下其中一枚 废话 我给你找三炉材料 你能给我练出一枚 仪器丹雾的玄冥破境丹吗 木老哼哼道 乔长老哑然 这个真办不到 别说他这个七品炼丹师了 就算是八品炼丹师 也完全办不到 再三个老头子发呆时 林霄已经用两个玉瓶 分别装好了玄冥破境丹 乔老 这瓶给你 林霄将一个玉瓶扔了过去 哎哎 小心点啊 小祖宗 这可是一期丹物级别的宝贝啊 乔长老惊呼一声 一挥手 就小心翼翼接了过来 这样级别的丹药 先不说效果如何 光是拿出来 就极其唬人 而且 给高等炼丹师用作研究的话 更是非常有价值 林霄小友 这丹药你真的给我 乔长老感到不可思议 虽然他们之间定下了合作协议 但这丹药太不寻常了 别人不知道 他这个剑魔宗骨干高层 自然知晓 整个剑魔宗 一共就六名玄丹进强者 有这没丹药的话 基本就等于再添一名玄丹进强者 这对于宗门来说 意义非凡啊 当然 规矩都讲好了 不能换 林霄笑着说道 他倒是没什么心疼的 等以后找齐了材料 再继续尝试练就行了 而且 这才是一气耽误品质的丹药 一气之上 还有二气 三气 四气 相比这丹药 他倒是觉得 和乔老打好关系 更为重要 这一次 他在丹清风 可是闹腾够了 送出这枚丹药 差不多就能弥补回来了 好 好 林霄小友这份人情 我就接了 哈哈 小友 你可比你那半个扣门 师尊强多多了 乔长老瞥了一眼目老头后 就急忙将丹药 收进了储物戒指里 这戒指是差不多满了 可放一瓶丹药的空间 还是有的 一时间 乔长老容光焕发 心情大好 哪还有刚刚鬼哭狼嚎的 惨鸡鸡模样 在他看来 这一枚仪器耽误的 玄冥破禁丹 可抵着半个月丹清风的损耗了 木老和耿老 对林霄的这一举动 也是颇为惊讶 换作是他们 他们肯定舍不得交出去 但不得不说 这丹药交给乔老鬼 是最为合适的 这一点 两人没有意见 乔老 林霄笑着说道 那必须啊 就这么说定了 乔长老立刻硬了下来 本以为血亏的局面 变成了血传 那必须要有下一次合作啊 而且 等着林霄小友修为增长后 炼丹水平也会相对提升 到时候 嘿嘿嘿 乔长老想想就要笑出声 至于之前说说林霄 为徒这件事 他早就放弃了 他明白 他不配 林霄小子 炼丹的是不着急 我跟耿老头的约定期限 就剩十天了 你这些天都炼丹了 什么时候才开始修炼啊 木老是真着急了 他知道 林霄这小子 领悟了剑一两成 到时候修炼耿老头的剑修功法 必定事半功倍 那自己怎么办呢 这可是一个炼体天才 让他现在放弃 他可不乐意 耿老见木老头急了 嘴角浮出笑意 这徒弟 他收定了 木老 谁说我这些天都在炼丹了 那套炼体功法 我可是加紧修炼着呢 但耿老的那套剑修功法 我还没开始修炼 我打算接下来的十天 就在梵天剑种内全力修炼了 十天的计划 木老连连点头 那甘别的脸上 裂出笑容 可以 可以 此子如此可较也 木老是高兴了 耿老直接就急了 他一蹦机米糕 连声劝道 林霄小子 你这是偏心啊 你怎么不再炼丹之余 修炼剑修功法呢 真要按照林霄小子说的 那他肯定要输了呀 这决绝不行 耿老 在这丹青风上 你要我去哪里寻找剑气修炼呢 林霄无奈说道 他体内当时的确藏着 近千道剑气 可几乎都用来炼丹了 根本没有多余的剑气 去修炼功法 木老有些颓然 想找个什么理由 反驳争取一下 林霄却继续说道 木老 不过我这些天 修炼九幽阵魔印 还是有几分收获的 你要不要来检验一番 木老瞪了一眼林霄 检验个屁 九幽阵魔印的修炼难度 他比谁都清楚 你这小子 一边炼丹一边修炼 能入门就见鬼了 木老叹了口气 说道 那你运转功法 我看看吧 好的 林霄应了一声后 就运转起九幽阵魔印 下一刻 一到三米高的黄色魔印 渐渐浮出了林霄背后 他双眼之中 透射出一道神光 一股幽深清冷的压迫感 瞬间笼罩了十丈方圆 哎 哎 这 这不可能啊 第三层中期 你怎么可能修炼到 第三层中期呢 你哪来的资源去修炼的 木老张大了嘴巴 不可置信地喊了起来 旁边的乔老和耿老 也是宁神看向了林霄 心中震惊 这小子 比妖孽还要夸张啊 就这么一路通顺地修炼过来了 至于资源的话 我几乎将最近炼丹锁得的 全部丹药都用光了 才修炼到了第三层 林霄苦笑道 没错 他在这次与乔老合作中 收获了大量高级丹药 可就是这样 也完全堵不上九幽阵魔印的嘴 这功法着实变态 哈哈 好好 这才是真正的天才 我果然没有看错 耿老头 这下你拿什么赢我呢 嘿嘿 我就说嘛 论赌局和眼光 我目睹神从来没输过 穆老笑了 笑得畅快无比 看着穆老头这嚣张的样子 乔老冷冷瞪了过去 耿老却是脸色垮了下来 心情低沉 他真的没有想到 还会出现这样的两极反转 十天是吗 既然这样 耿老身形一动 就抓住了林霄的肩膀 穆老鬼 小家伙刚才说了 接下来的十天就跟着我了 他冷声道 没等对方开口答应 耿老和林霄的身影 就消失在了原地 则则则 乔老头 你看看 他急了 不过急了有什么用吗 只剩十天了 这徒弟我收定了 穆老开心笑道 第三十章 地狱是修炼 实力大涨 穆老头现在真是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一阵酸爽 在剑魔宗内 他打赌赢过了不少人 唯独耿老头 他还没有赢过 或者说这是两人第一次对赌 为了赌神的称号 更为了林霄这天赋爆炸的徒弟 他必须要赢 乔老鬼 你觉得耿老头这次 还有机会赢我吗 嗯 喂喂 乔老鬼 你干嘛走呀 你替我把话说完呀 另一边 林霄被一言不发的耿老领 进梵天剑种内后 又飞了一段时间 才到了目的地 这周围依旧是剑种目的 只不过气氛更加阴森 一座座剑种 规模比之前的剑种目的更大 空气中 似乎都弥漫着剑的味道 这里是梵天剑种内部 你看到的这些剑种目的 生前都是 咱们宗内的核心弟子 真传弟子 这里 一共只有两千三百多座剑种 其中蕴含剑气无数 剑气强度 基本上是轮海镜 小家伙 接下来 你就在这里修炼吧 耿老终于开口解释了几句 看得出来 他现在的心情很难受 原本十拿九稳的事情 忽然出现了这样的反转 是个人就心态爆裂 好的 耿老 我一定竭尽全力 林霄肯定道 他对这个环境 是相当的满意 剑气给力 灵气浓度也给力 正愁没地方 好好修炼一番呢 耿老点了下头 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他犹豫了半晌后 悠悠开口了 小家伙 我送你一场机缘 能否接住 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切记 如果坚持不住 就喊我一声 我便会救你 林霄听到这话 就是一愣 送我机缘 坚持不住就喊救命 这 说得怎么怪甚人的 耿老要做什么呀 耿老 您是要 林霄刚想要发问 就被耿老接下来的动作打断了 只见耿老朝天一滑 一股悠然剑意冲天起 这股阴柔强大的剑意 令林霄浑身发冷 不由一颤 强 真的强 在这股剑意前 他感觉自己是那么的渺小 这是几成剑意呢 什么时候他 才能达到如此强大的剑意境界呢 任目沧桑挥剑去 万族垂落寄亡灵 牧种 起 轰轰隆 林霄周围的所有剑种目的 都开始震动了起来 一柄柄长剑开始脱离剑种 五颜六色的剑气缠绕于间 接着 所有常见的剑间慢慢转向 剑指灵霄 灵霄目露骇然 他觉得一丝丝危机感 从四面八方袭来 王者之剑竟然动了 这也太诡异了 刷刷 忽然 距离他最近的一柄长剑 朝他斩来一道剑气 如影随形 灵霄迅速施展身法闪开 他这一动 万剑齐动 无数剑气轰杀而来 劈向了他 就算灵霄身法大成 但修为只有聚灵径四重的他 根本无法全部躲开 一不小心 就被树到剑气窜入体内 嗯 灵霄身形一顿 倒吸了一口凉气 面色有些猙獰 疼 钻心地疼 灵力的剑气 在经脉中乱闯 犹如刮骨撒盐 极其难忍 而且因为他这一停顿 更多的剑气窜入了他体内 剧烈的疼痛感翻倍 再翻倍 九幽阵魔印 灵霄怒喝一声 一道黄色魔印冲出体表 将清洗而来的剑气 都挡在了外面 呼 灵霄这才微微松了一口气 不愧是天阶之上的功法 镇魔印一出 任何剑气都无法突破分厚 要知道 这些剑气 威力可都是伦海净水准的 换作一般聚灵镜修饰 就算是聚灵镜圆满的人在此 也挡不下一两道剑气 一旦被批中 必死无疑 这时 耿老的声音再度响了起来 小家伙 挡不如书 书不如影 影不如化剑气为以用 此时你不抓紧运转 天窥剑点 炼化剑气修炼 你是觉得自己的镇魔印 你觉得后果会如何 灵霄听到耿老这两句提示 如梦初醒 对啊 现在不速速修炼 更待何时 他可是明显感觉到了 九幽阵魔印 虽然暂时抵挡住了全部剑气 却在超快速度地消耗着体内灵力 一旦灵力消耗完毕 那他就麻烦大了 想到这 灵霄立刻运转起天窥剑点 一下子 体内乱窜的剑气 似乎得到了召唤 开始跟随着命令游动起来 天窥剑点 以剑气为机 凝成剑心 剑骨 剑筋 剑脉 刮骨之痛 抽心之痛 断筋之痛 绝脉之痛 凝成剑身 方可养成剑意 以剑意聚剑士 以剑士 宁剑海 以剑海会剑丹 方成玄丹 具体说是剑丹 一滴滴痘大的汗珠 从灵霄额头低落 该死的 这究竟是谁发明出来的功法 就没有舒服点的吗 先苦后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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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霄心中默念三变 强忍痛意 继续修炼 在距离灵霄百女外的地方 耿老凌空而立 灵石全放在了灵霄身上 只要察觉到 灵霄稍有异样 他就做好了出手的准备 而看到灵霄咬着牙关 坚持修炼了下来后 耿老默默点了点头 此子天赋悟性不凡 心性同样可以 只有在危机环境下 才能激发出一个人最大的潜能 就是不知道 这小家伙 能在这里坚持多久 坚持越久 收获必定越大 耿老注视着修炼中的灵霄 满怀期待 其实他也是孤注一掷 寻常修炼的话 十天内根本不可能有大突破 还好这小家伙将 九幽阵磨印 修炼到了第三层 身体强度也彻底锤炼了一番 不然他根本挡不住此地的剑气 更别提借剑气修炼了 就这样 灵霄开始了地狱般的修炼成长 时间一点点过去 一天 两天 三天 耿老隐藏在灵霄的百米之外 一直守护着 他本以为这小家伙能坚持三天 就是极限了 到时休息两天再继续 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灵霄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就算即将接近崩溃 这小家伙也是强行挺了过来 最重要的是 灵霄对天魁剑点的理解 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四天 五天 六天 七天 整整八天过去 灵霄终于停了下来 不是他不继续了 而是 此处的剑气 已经全部被吸收干净了 二费 特别拿着 五散 一耿 雷 缯 小 你们 那 一